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检警从这三名死者遇害的时间的不同 却发现这个凶手恐怕在这个屋子里头 他待了整整超过12个小时 为什么呢 凶手在凌晨他先杀害了爸爸和养女 他杀了人之后他为什么不逃呢 因为他还有一个人没有杀到 就是妈妈 那妈妈去哪了呢 根据调查 这妈妈习惯熬夜打麻将 通常都会打到隔天的下午 然后再买菜回家做晚餐 所以检警大胆的推论 这凶手不但认识这三名死者 而且还对于这一家人的作息 相当地了解 凶贤就这样子等在门口 等到了妈妈回家 就在门口的阳台杀死了他 然后他才逃离了现场 但吊诡的是凶手跑掉了 却有人从这屋子里头 打了一通电话出去 告诉他的老板 他住的地方 发生了凶杀命案 死了三个人好可怕 而他自己也被凶手砍了六刀 流了好多血 所以他不能去上班了 他要请假 这个说辞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你第一通电话 你为什么不是打去报警呢 这个人是谁 为什么他会在命案的现场 而凶手又为什么会放过他呢 台北市忠孝东路五段 永春捷运站附近 车水马龙 熄来攘往 从大马路转进虎林街巷弄里 闹钟取静 很难联想到 27年前 附近发生瑜伽灭门邪案 三死一伤 震惊社会 重回事法地 附近邻居 不是不清楚 就是随着时间久远 逐渐淡忘 等到凶手跑掉了 他再赶快打电话 去给他们老板 他们老板再叫人来救他 没有人在提这件事 都没有人提起 记者透过当年相关资料查询 我们联系上了当年事件中 唯一一位情后余生的无姓房客 他那么多年后 心中仍有遗憾 没有办法救到余太太 历经这场惊魂 让他更珍惜拥有 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 保护 因此婉拒了采访 毕竟那起灭门邪案 对他来说是一场恶梦 时间拉回到19周年12月12号 那天傍晚左右 宁静的虎林街巷梦骚动了起来 住在虎林街的无姓水电工 打电话跟老板求救 对不起我今天没有办法上工了 因为那时候已经下午了 都已经太下班了 他也跟老板讲说 我全身是伤 请你赶快打这个19来救我 受伤的无姓男子被紧急送医 警察赶到现场上到二楼 事发住家查看 一推开门 忽逼而来的是浓浓血腺味 阳台的地方就有一个人 就是妈妈就倒在那个地方 然后全身是伤地上都有血 走到主卧房的时候 一看吓一跳 地上都是血 然后呢现场死了两个人 一个就爸爸 另外一个呢 一个就是那个余姓的这个女学生 两个人就倒在主卧房的地方 不得了它是一个大案 在一个这么宁静的一个老社区 发生这样的案子 然后他看到他每个死者的伤口 你就觉得是多恨啊 为什么可以杀成这个样子 就是几乎要把脖子割断了 监视人员踩正同时 刑事干员确认死者跟伤者身份关系 倒在前阳台的许余太太 全身上下布满刀痕 主卧室分别是余先生 还有他们的养女余姓女学生 每位死者刀痕累累 歹徒摆明就是要夺人命 尤其余姓女学生颈部 几乎被砍断 而无限房客 是住进余家四个月的水电工人 身中六刀被紧急送医 我觉得那个现场是非常的 这个残忍 而且非常的血腥 那杀得最惨的也是那个 那颈部已经看到颈椎了 颈部像那个开口一样 凡死一伤雄杀案 是谁这么心狠手辣 窗台旁边有一个洗衣机 洗衣机的上面有一些洗衣机等等 掉在隔壁的那个屋顶上 因为它是隔壁算是后面的一个 因为一楼的屋顶吧 掉在那个地方 另外的窗台上面有一些灰尾 所以当时我们想说 这个应该是跑到隔壁进来 因为前面的门 没有任何破坏的形象 因为你小偷入内的话 基本上你要翻脚 你现场东西都要搬动 那搬动的时候 一看现场没有搬动的 就像一般 一般如果你小偷吃风 赶快杀了赶快逃了 不是 他杀很多刀 那显然这个行凶者跟这个死者 好像有极大的仇恨 他每一刀都自灵 像鱼三的脖子 几乎都快被砍断了 那所以我们认为绝对不是小偷 排除醒切失风 再从死者分别被盖了棉被 还有衣物来遮住脸 仅仅有了这样的联想 当时我们就怀疑说 为什么会盖衣服 当然有没有一些迷信的状况 就是迷信说这个人死了以后 冤魂会来找他等等 有没有迷信的状况 第二个可能是熟人 熟人 不然的话不熟的 你也不知道我是谁 锁定熟人犯案 不过如果只有一个歹徒 有办法同时对三个人下手吗 死了有三个人 所以连检察馆所有办案人员 都认为是不可能一个人干 经过检验 三名死者身上的刀伤 第一时间研判来自于同一把刀 爸爸跟女学生 还有妈妈的刀子都是一样的 宽度大概两公分左右 那种长度的七公分 就是我们在Seven 可以买到的那种小的 销水果的小水果刀 假设只有一把熊刀 三名死者 谁最先遇害 又是什么时间点 警方查访邻居 有没有察觉不寻常 当天晚上有听到 人家在吵架吗 你听到人家在吵架 是 第二个声音尖叫 打动人家 音尖叫的声音 尖叫的声音 我们以为人认为第二几个司机 案发的当天清晨 就是案发当时 邻居是有听到一些 那个吵架的声音 吵架的声音 那当时呢 大家也不以为意嘛 以为就是邻居 这个家里面 夫妻失合还是怎么样 所以当时就不是在意 那也没有人报案 凌晨三点前后 邻居听到争吵声 但从伤势状况来看 跟余妈妈死亡时间 是下午并不符合 报案的时候是下午 傍晚的时候 余下母亲应该是刚遇害没多久 对 因为她的那个血迹的状况 跟她三口的状况 她应该是遇害没多久 妈妈后来是下午才回来 因为她去打麻将都有症 原来与妈妈平常爱打麻将 下午结束排局后 会到附近市场买菜 再回家做晚饭 警方从阳排掉落门口的钥匙 和一袋蔬菜 做出推论 你看她在买菜的东西 因为她整个晚上去打麻将 打完以后呢 她一直到下午4点去市场买一些东西 买了以后你看东西提进来 地上一板就 钥匙还拿在手上就被杀了 房间那两个 余三跟她父亲余悦是先死的 然后后面阳台上的那个她妈妈 是最后死亡的 也就是说歹徒是两次行凶 凌晨3点左右 妇女两人现在主卧遇害 下午4点多时 余妈妈一进家门 就被攻击倒在阳台 邻居也有讲说 余三的母亲每天都会去打牌 那回来的时间大概是那个时间点 被杀的手法 还有他们的时间先后 我们也当初也就有研究说 这个凶险是在等 这个最后一个死者和来 跟她伤害 所以应该是只有一个人 见识人员又发现 主卧室外的托把有写字 从主卧到客厅的走道 还有托货的痕迹 但是胸弦依然留下了 血血印 鞋子的印机呢 后来经过比对 跟主卧房 主卧房的爸爸 跟女儿死在那个地方 上面就有很多的这个血血印 后来发现血印是同一种 也就是说 如果胸弦不止一个人 那么地上的血血印 应该不只有一种 两个人以上犯案 至少会留下两种以上的不同血印 我却有一度怀疑说 有没有可能是一到两 就是有没有可能是两个人 但是看现场的状况 觉得应该只有一个人 加上歹徒很狡猾 犯案后拖过地板 原本他以为能够灭阵 结果反倒留下更多蛛丝马迹 那也因为他有拖地 拖地 所以后来就把 旧的一些脚印 血印位在屋内 大家都会走来走去 旧的都清掉 所以只剩下百合的血印 又跟里面是一样的 就是当时我们认为说 这个案子应该是只有一个人 仅仅有了共事 一把刀一人犯案 凶贤还是跟瑜伽熟识的人 并且对这三名死者是恨之入骨 但是瑜伽夫妻 这么单纯 女学生就读的是伤职 是谁非得要他们的命 好 凶手必定是 熟视之人 才会有所谓的深仇大恨 简请大胆的推论 凶手在杀害爸爸和养女之后 他冒着被人发现被抓的风险 他继续地留在命案的现场 长达十二个小时 有两种可能 第一 凶手的目标是妈妈 所以他坚持要等到妈妈回家 把人杀害才肯离开 第二种可能是 凶手他就是要灭门 他非常清楚 在这屋子里头有几口人 他非要杀光才肯罢休 不管是哪种可能都代表着 这个凶手他一定是熟人 那会是谁呢 清查了三名死者的交友背景之后 应该可以很快地 就过滤限收出侦办的方向 我吊诡的是 还记得我们刚刚所提到了 就在凶手逃离过现场之后 从屋子里面拨出去 那通电话吗 打电话的是一名 无姓的水电工 他是谁 他是住在这个房间里头的房客 也就是说 死者爸爸其实是二房东 他因为债务问题 经济并不快遇 所以他就把这个空房间 租给了这个无姓的水电工 无姓水电工跟警察说 当天凌晨 他有听到吵架声音 但是他也不以回忆 他继续埋头继续睡觉 等到了天亮起床了 准备要出门工作 结果一打开房门 竟然就看到有一个男人 拿着一把水果刀 朝他刺过来 不过这名无姓水电工 他是海军陆战队退伍的 他的身材非常壮硕 所以他就一把 把对方手中的刀给抢过来了 但是他又不敢杀人 他只在对方的脸上画了一刀 而在整个扭打过程当中 他自己也被砍了六招 鲜血逐流 然后他就躲回去 自己的房间了 然后把房门给锁上 透过了这面墙上面的这个气窗 他可以看到凶手 就在客厅里的状况 但警方觉得奇怪的是 既然你都打赢了 还把刀子给夺下来了 你为什么要躲回自己的房间呢 还有凶手的脸被你看到了 他又怎么可能轻易地放过你 最重要的是你怎么解释 凶刀为什么会在你的房间里 这一切会不会是你自找自演呢 海人听闻瑜伽面的血案 幸存的无限访客成为检警 侦办焦点 他这个报案的经过 实在匪夷所思 对不对 你应该下去马上打119 带110说我怎么样发生 然后再来跟老板 结果他是打给老板请假 他说他不知道应该打给谁 他说他不知道应该打给谁 而且他也很害怕 他唯一想到的就是老板 可能因为惊恐未定 无限房客直觉地 打给最信任的老板 不过警方到场时觉得奇怪 房客的房门外上了一个锁 而且沾满血机 出来的时候房门还上锁 此地无影三百两 是不是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等等 找来锁匠打开门 捡紧吓了一大跳 整个房间墙壁上到处是 手掌擦痕和血迹 甚至床铺棉被血迹斑斑 地板上电锅酒瓶也被血迹喷溅 怎么回事 还碎眼心 这个心松的呢就要出门 结果呢门一打开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把两两的刀就刺过来 刺过来以后他也搞不清楚 就身上就被刺了几刀 刺了几刀他当然下意识地就抵抗啊等等 然后呢开始就扭倒 他跟那个胸型一直扭打 扭打以后他退到房里面 因为他呢还进入战队 所以呢他身体还处 他把刀抢过来了 但是当时很气 他本来想要杀那个凶手 结果呢他不敢杀 但是又气不过 所以在他脸上挖了一刀 根据房客说法 活动过程中歹徒咬了他的手 两个人受伤也都累了 他赶快喊停 最后就跟他讲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杀我 对不对 他说这样子我们现在讲好了 大家同时松手 你慢慢起来 你出去 你要干什么你不要 我不管你 那你不要进来杀 结果他就打赢着 然后门马上反水 房客描述 他非常害怕 躲在反锁的房间内 拿着水电工具防身 生怕逮投柜闯进来 他讲的 然后呢 他有时候从那个小床上面一看 他其实想说 歹徒为什么不走呢 然后他其实非常的害怕 他认为说他如果出去 一定会被杀人 所以他不 然后胸前有问他说 要不要喝水 他一直不敢打开房门 然后他有偷看的状况 他因为他有跟他讲说 我真的也不会 我不认识你啦 我跟你也没有仇恨 我不会说你怎么样 然后您赶快走 我要出去 在下午四点 中族又 他有听到开门的声音 知道好像有人进来 后来有人进来 就听他啪啪一阵的打斗声 他跟警方讲 他说呢 他有听到 这个应该是妈妈 女孩子的声音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我不告你了 女孩子的妈妈好像有孤救 印象中有孤救 然后他可能凶行就把他杀了 然后他在那边再等一阵子 他认为凶行确定已经离开了 他才开门 他才打电话 请他求救 然后给猜出来 吴先生声称 跟凶手激烈搏斗 听到女妈妈惨遭毒手 如果真的是这样 代表怎么可能会放过他 留活口来指认自己 更何况 房科你受了伤 大量失血 不是应该赶快要逃出去求救吗 怎么待在房间内 长达八九个小时 不过现场里面的血是蛮多的 我们看这个血呢 血流应该是将近有上1000cc以上 那我们就觉得很纳闷 你既然受伤了 而且你是胜利者 最后他打赢了 把包子抢过来的 他是胜利者 为什么你若不敢 对不对 去报案 你不敢把他制服 然后赶快把他送 就是报警等等 对啊 赶快逃啊等等 我们当初是无法想象说 怎么可能休闲行凶以后 会在外面等 而且如果他在外面等 他还要放过你 种种可疑和合理 矛头指向 五姓访客 还记得吗 他指正利利 凶险另有其人 在客厅等于妈妈回家后 杀了人才逃跑 那杀害于妈妈的刀 又在哪呢 况且从头到尾 检警认定 杀害三名死者的是 是同一把胸刀 更让人诧异的是 杀刀居然在房客 繁琐的房间内找到的 刚开始 就是认为是一把刀 刀在你房间里面找到 当然就是你干的 那刀子又在你房间找到 可是呢 三个人又是同一种凶器 当时我们想说 你根本就胡说八道 为什么胸刀在他房间里面 而且他为什么没有赶快报警 他为什么要躲在自己那么久 当时报纸甚至形容 他自导自演 据细名医描述凶险犯案过程 难道是掩饰他自己的犯行 在侦查的时候也有人怀疑 做这样的体验 因为他的年纪 跟那个余迅的女学生 比较接近 是不是有人觉得说 是不是基于这个余迅女学生的美色等等 然后呢准备要对他背离 被父亲发现了 知道吧 被父亲发现了 发现之后 干脆呢就把你们呢 就是在房间里面杀了 杀了以后呢 然后自己是不是想要制裁 那理论上来讲 如果他对这个余迅不轨 然后被他父亲发现 然后争吵 然后把他们两个杀了 他应该赶快离开 那怎么可能 退在现场 再去杀一个他妈妈 才去报案 他的相处状况 我们也是从他老板那边讲 听到的 其实并没有什么 就是跟他们处得不好 或是他对余迅女学生 有什么非分之想 其实是 没有这样的传闻啊 真相陷入谜团 没有更进一步的证据之前 五姓房客 仍然是检警怀疑的 头号嫌犯 他的说死也 那时候可信度大概五成啦 因为第一个他跟常理不合嘛 你躲在里面 凶险又放过你 然后无姓房客的报案过程 跟他的说死 真的是等于所知 房门又上锁 刀子又在里面找到 所以呢 而且你打赢了 又在里面待了七个小时 将近八个小时之间 所以后来 所有的焦点才会锁定 是无姓房客 因此我们当时警方 真的有怀疑 他是不是挺凶手 把他列为重要的嫌犯 基因在外 好 无姓水电宫 他被列为是重要的嫌犯 但是经过新闻媒体的 大篇幅报道 整个社会已经未审先判了 都已经认定 他就是这一级 涅门喜案的凶手 因为他的一些举动 实在是太不寻常了 不过等到了见识人员 他们在现场 经过仔细的修正 案情出现了大逆转 因为见识人员 在地上采集到了 一个低流状的血迹 经过了比验之后 发现这一滴血迹 他不属于这三名死者 也不是无姓水电宫人的 换句话说 在现场还有第五个人 还记得无姓水电宫 除此之外 见识人员还在现场 找到了一个 鞋脚印 也证实了 不是无姓水电宫人 案情查到现在 案情出现了大逆转 也排除了无姓房客 他涉案的可能性 那问题是 输手又会是谁 瑜伽灭门喜案 房客无姓男子 说辞跟初步财政结果 都不拢 许多疑问 仍然围绕在他的身上 那我们也问他说 那你受伤 你为什么不是第一个时间 先冲出来 想办法冲出去 那当初他是说 其实 因为他有跟这个 行凶的发生扭打 发生扭打以后 真的 他说他打得还满激烈的 然后 他觉得对方有点累了 他赶快躲回去房间 锁起来 因为他觉得那是最安全的 惊慌中 房客选择反锁房间自爆 口口声声 另一个人才是凶手 却又交代不出更多讯息 觉得他说什么可信 觉得他在想办法演 那个也是自己的罪邪嘛 检警怀疑 房客编故事脱罪 他察觉自己被当成了 灭门案凶手侦办 面对检察官第二次讯问 他才松口透露更多细节 他说他在房间里面 听到外面有吵架 而且吵得很大声 然后他好像也有提过说 之前就有吵过了 两天前 对 之前就吵过了 所以他也不以为意 他就觉得跟他没有关系 他不想出来 事发当天凌晨 吵架之说 和邻居讲得不谋而合 而且邻居还提到 事发前两天 也就是十二月十号的晚上 瑜伽也曾传出 吵架争止声 当时也查访附近的邻居 附近邻居 好像也有人听到说 有什么执修费等等 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们也是问他说 怎么大家都有听到 曾草生你没有听到 他才会说 对 他才慢慢讲说 其实就是男友 在跟他吵架 那吵什么呢 就是说两天前 他们就开始吵过了 吵折袖费 男友 折袖费 关键字眼引起检警注意 或许无性房客说的 真的是实话 检警重回案法现场 进一步查证 在房客房间里 找到了关键血迹 房间里面找到 第一流浪的血迹 不是房客的 无性房客 也不是三位使者 还记得房客说 他有画伤歹徒的左脸 在脸上画了一刀 所以才留下 那个低流状第三者 歹徒的血迹 此外还有什么证据 见识人员采集到现场 遗留的脚印 很特殊 有个扭扣形状 事后发现 无性房客赤脚没穿鞋 沾到鞋肌后 有颗扭扣就 黏在他脚上 他说 从头到尾 他都是打赤脚的 因为主卧房里面呢 砍杀 爸爸跟女学生的 都是血迹 血血迹 跟他的赤脚印不一样 就是因为那个血迹 比对跟吴婷婷是不一样 我们就认为说 那一定有一个人是存在的 那这个人 吴婷婷又讲说 那个是 吴婷婷男友 他听到这样 因为他其实不认识他 所以我们就觉得 他的可信度又提高了 这个应该是另有其人 吴婷婷真的是 是讲的是实话 他是被冤枉的 吴婷婷他真的是被冤枉的 他说凌晨有听到有人 在客厅吵架 邻居也听到了 还听到了几个关键字 是什么呢 像是男友 还有遮羞肺 这几个关键字 其实提供了警警 一个非常重要的追查方向 果然在死者女儿的电脑里头 发现了这一段 相他十六岁的失声恋 被爸爸妈妈知道之后 强烈反对他们继续交往 除非这个杜老师 他愿意买一栋房子 当作是聘金 但这个杜老师 他根本负担不起 没有想到死者的养父母 竟然扣住了这个杜老师 他的教师证 还威胁他 如果你拿不出一千两百万 就要告他 难道是因为这样子 把这个杜老师 滴上了绝路吗 案情大逆转 警警一度认定 无姓房客是凶手 关键血迹和血血印 搭配查证的说辞 显示凶手真的令有其人 肩颜椎追寻出更多蛛丝马迹 于讯女学生的电脑里面 从电脑里面也发现到 好像有一个杜姓的老师 跟她在有一些电脑的讯息 的一些往来 去问鱼蛋的同学 然后还有从这个好像 是不是她父母亲也有做了一些记录 有做了一些好像类似说 手这样子 对对类似这样子 然后另外有到鱼蛋的地方去问 就是说 遇上一个男朋友是老师 然后好像是华侨 他们都有印象 然后好像是说她的父母亲 遇上一个父母亲是不同意的 然后有一些同学是讲这样子 看来于心女学生 的确有个男友是一名老师 她真的会犯下 凶残的灭门血案吗 不过前景想起房客跟邻居 都提到案发前两天 于家的逆场激烈争执 起因于于心女学生才17岁 跟男友插了16岁的失声恋 被于家父母发现后 气得要对方到家里来谈 当时呢 就谈判不是很顺利 知道吧 然后呢 过程之中也有 父母亲也有打这个于心女学生 然后呢 杜老师才跪求说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我愿意娶你那个女儿 后来父母亲好像有开条件 你要取可以啊 你要聘金啊等等 要买一栋房子给他们 那给他们 这杜老师想说 这个过程之中 未免太磕了 大家都干脆 那就这样子 我们就这个事情 我没有办法无力承担 无力承担 那这个事情不算了 但是于家父母哪能算了 女学生未成年 已经跟老师 发生过亲密关系 不给病金 不给房 他们改口要告 你是不是老师哪里 我看一下你老师证给我看 这个教师证给我看 所以呢 就扣住了不还她 我的女儿你 对不对 已经跟她交往了 而且发生关系了 你就算了 我要告你 然后呢 她之前扣的这个教师证 她说我要到教育局造型 让你身败名裂 于是她的父母心跟杜汉诚说 如果你不拿钱出来 我们就要告你 然后她有提到 类似遮休费这三个字 哇 在当时84年的一千两百万 是多大的一个数字 可是一千两百万 那个数字是很大的 那时候的房价 差不多三十百万 可以买大概三多万 一千两百万的天价遮休费 这场见面会 当然是不欢而散 会因此酿出杀鸡吗 得先找到杜老师 采远答案 警察马上到她任教的 学校去找人 那学校就说 当天她是请假的 然后就是好像有 有事说她有受伤之类的 第二天她就缝合好了 第二天去上课的时候 她脸上就有那种 一些的纱布等等 她就说她因为车祸 就是广称车祸 然后对方拿刀要杀了 所以呢 在脸上画了一刀 就这样子 结果呢 后来她又请了 一个礼拜请假 脸被画了一刀 不就跟访客说 搏斗中拿刀割伤 带你脸颊的说辞吻合 这下子杜老师嫌疑更重大了 到她宿舍去看 人不在了 不在以后呢 发现她之前呢 有养了一只狗 狗后来发现也不见了 可能是不是她有准备要逃亡 因为宿舍没找到人嘛 那我们就打听她在台湾的亲戚 然后知道说她有可能的去处是在那边 所以就去那边等大 然后发现说她真的在那里 检警的怀疑没有错 这个杜老师是真的要逃跑了 跑在旧差那一步 她被警方抓到了 也在她的车上 找到了沾有血迹的鞋子 罪证确凿 她当场崩会认罪 但是她心里有满腹的怨恨 她说她是真心喜欢死者的女儿 但是对方的父母却开口闭口都要钱 而让她误会了 难道女友已经移情别恋 爱上别人了吗 她才会在一气之下 决定杀她全家 杜老师把重要物品收拾好 放进车子后行密箱 准备要潜逃 专案小组建机不可施 冲上前去把人给压制 那她真的就已经准备要走了 她打包好 而且那个行李都已经上车了 要走了 但是可能就是就差那一步 警方在她车上搜导 除了衣物赫然发现了一双鞋子 虽然洗过了 依然残留血迹 她穿的鞋子她有洗过了 但是鞋子上面我们还找到了被害人的血迹 鞋子上面找到被害人 当然脸上就是有那个缝合的痕迹 她把那个鞋子丢弃掉 然后我们刚好有找到 然后就去比对鞋子 确实就是当天穿去行凶的那一双鞋 行凶时穿的球鞋是重要证物 加上她左脸颊上的腻道伤疤 和无限旁客说 她跟歹徒扭打时 划伤了对方吻合 逮到杜老师时 办案警察心里有底 案情应该是明朗了 或许杜老师自知逃不了 见到警方的第一句话 喃喃自语地说 我死定了 可是她气愤难平 警察为什么她都可以 不肯讲 可以一度跟警方说 别问这么多 给她一颗子弹 她要了结一切 警方抓到她的时候 她整个情绪失控了 她意思是说 她的恨还是没有消 基本上她干脆就说 反正我也豁出去了 这个案子反正 就是一定是死刑了 所以她就想说豁出去 她的情绪也是非常激动 她的恨意 基本上还没有消 最主要她也是误会 误会呢 于婿女学生好像移情别人 或是跟父母亲 一起来讹诈她 她有告诉我们 因为她很恨 她觉得贪得无厌 她觉得他们家人 怎么可以这样对她 狮子大开口 那不然又 因为她是一个老师 她如果她 把这件事情讲出去 就是说她略有未成年少女 而且又是学生的话 她真的也没办法再 再继续当老师了 所以她非常的恨 于家父母开口要求 一千两百万折修费 让杜老师气不过 她不过是一个国中老师 哪来那么多钱 认为她成了于家父母的 眼中飞扬 爸爸他是从事建筑的 原本是从事建筑的 后来建筑可能做得不好等等 后来就做一些等于是赌博 赌博 主头等等 后来也因为这样子 有被判死 妈妈基本上也爱挡挡架 所以我在想可能那个时候 也有很流行千六合彩 所以那个时候她们基本上也没有 非常正当的一个职业 可能也缺钱 所以后来才寄望 有养你这个身上 我既然养了你 是不是可以从你身上以后 你的工作 你的婚姻等等 可以获取一些金钱等等 这个鱼是被收养的 然后她的父母亲呢 其实就是很爱赌博啦 然后又欠了赌债 那所以杜汉成心里面也感觉到说 你为了好像在卖女儿一样啦 就是跟我要一千两百万 而且还跟她说是折修费 她会觉得很恨 检警查出杜老师是在林口的一所国中 当生物老师 她是高棉华侨 早年因为震乱 全家流亡到越南 辗转来到台湾 她努力考上师范大学 之后到台北市的一所国中 当代课老师 认识了该校一年级的余姓女学生 两人互有好感 杜老师有段时间调到高雄教书 远距离恋爱实在太折磨 请调回北部后 两人感情升温 女学生经常到老师宿舍下厨做饭 杜老师建议女友到补习班上课 加强外语能力 还一周三天温馨接送 同学都知道说她有这么一个男友 就是因为她对她非常的好 也因为她真的很喜欢女生 她对女生非常的好 付出很多 这一段失声恋明明很爱对方 怎么杜老师会对心爱的女友 由爱深恨 甚至在三人中下了最重的手 案发的当天 警方也发现了有一通电话 讲得蛮绝的 是从林口的某一个国中 那个地方打过来的 这桶关键电话 是女学生跟杜老师在案发前的 最后一桶电话 那个余姓女学生就被父母亲拘禁 一门锁起来 不让她出去 因为出去知道可能就是跟杜老师会会 结果呢他们就怎么样 他们就用电话 电话联络 结果联络呢 他就余姓女学生就跟杜老师讲 你半夜的到我房子项的地方 然后呢我们呢从就是呢 我偷偷的就是出去 就是可能爬窗户还是怎么样 出去 出去以后呢 我们在长嘴巷的地方 再对面 两个人谈了什么 怎么会让杜老师 萌生杀鸡 他本来以为他们两个 是应该互相相爱 可是他认为说 在你父母亲 跟我要遮羞费的时候呢 你也没有说 就是阻止或是怎么样 他怀疑说余姓女学生 他们好像一起敌恋 他有到他的那个打工的地方 好像有认识新的男朋友等等 这完全都是误会 爱的时候就是一个钟摆的概念 爱得很深 相对的你发现对方背叛 或者怀疑等等 那个恨意会走到另外的情况 爱得越深 伤得越重 杜老师冲动下 选择玉石俱分 铁了心要把余家三人灭口 当天挂完电话后 去买了一把水果刀 按照女友说的路径 从后向攀爬前入 这个路径是他的约会的路径 那反而是变成 凶手侵入的一个路径 杜老师就寻着 他们约会的这一条路 寻着这一条路 从隔壁一楼爬到他的这个屋顶 屋顶以后呢 然后再爬厨房的船路进来 进来以后呢 当然第一步就是走到竹坡 竹坡的地方呢 看爸爸的船路 所以呢就扑过去 爸爸就开始 因为我们在看爸爸的床户旁边 也有一些人都可以去 那表示呢 爸爸在睡觉的时候 杜老师就过来 就开始杀他 那杀他爸爸一定惊醒吗 一阵打动 因为爸爸体格还算中等 那开始打动 那打动当然就喊叫 女学生听到爸爸的呼救声 冲过去主卧室 却惨遭歌喉 这女学生她心里很不解 我这么心爱的人 为什么你杀我杀得那么强 而且在他 我在想在他临死之前 他脖子被割断了 还没有断去之前 他有表达他的 他的不满跟愤怒 所以呢 他的肢体有一个宗旨 我认为 这是在他临死之前的一个表态 杜老师一心要瑜伽灭门 没急着逃走 等于妈妈回家过程 听到房间内传来伸下 就如无性访客说的 两人搏斗后都受了伤 然后他放过武警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武警跟这个案子 是没有关系的 他觉得他也没有必要杀他 但是他武警可能有跟他讲说 我也不会把你讲出去 他觉得他 可能也没有那个力气了 所以他才会放过他 反正我做了这些事情 万一被发现 就算了 那万一 就万一我可以逃跑 我就走 冷血的杀人犯 拖地清理现场后 直到残杀于妈妈后 从容离开 问到这 检警赶快追问 当初研判 凶刀只有一把 不是已经被房客夺刀 反锁在房间了吗 去找凶器 在那个厨房里面 厨房里面那个碗盘的中间 又插了一把刀 那一把刀呢 大小 寬度强度跟它带来的 到Seven 离此买的是一模一样的 后来发现 事实上是两把刀 但是寬度强度一模一样 一度无法解释的 凶刀谜团 终于解密 真相大白 但令人感慨的是 杜老师 误以为心爱的女友 背叛她 事实真相 和她想的 天差地远 杜汉淺以为女友移情别恋 加上了父母亲 扬言不给钱 就提告 她才会怒火攻心 杀她全家 但是没有想到 她的女友不但没有变心 而且其实已经决定 要跟她远走高飞了 但是等到她在女友的店 看到这一段话 再怎么崩溃 再怎么后悔 都已经来不及了 瑜伽后方的防火象 当初杜老师跟女友 最后一通电话 相约在这里见面 同一条路径 杜老师潜入犯下灭门案 但女学生 却一心想着要 约会私奔 最后警方跟她讲 在电脑里面 警察在查的时候 电脑里面发现 于逊女学生 她有留下这么一段话 今天晚上 我要跟我最心爱的 爱人 我们要远走高飞 这个杜老师呢 警方跟她讲这一段的时候 整个愣住 情绪整个崩溃 我们跟她这样讲以后 她才觉得 她其实不应该这样子 她其实是很后悔 她把瑜伽杀了 她被抓了以后 因为实在是逃亡 可能也没有睡好觉等等 结果她整个人崩溃之后 还在她是锁的地方 还在那个地方呼呼大睡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 让人不争感慨 一九九五年 杜老师误解下 气氛冲动 酿成三死一伤 一九九八年 就遭到最高法院判决死刑定验 很快就被强决 她的想法只是 我的前程就没有了 而且我根本不可能 拿出一千两百万 那你就要毁了我 让我没办法再继续当老师 那甚至 我跟余伽杀也没有办法再在一起了 所以她心里面的解 就没办法解开 但事实上如果去向别人求助 或是跟余伽杀好好的谈一谈 我觉得是有可能解开的 你不要说你看到的短时间 就做一个误会 做一个错误的连结 等到你要后悔的时候 根本来不及 很多事情退步海阔天空 冷静一下思考 我们不要走上的危机 好 当年发生灭门血案的现场 经过重新的整理 现在已经分租出去了 曾经有过灵异的传闻 不过据说现在还是满租的状态 一切都非常正常 都有灰烈 你如果像头盘也不灰烈 对 护林间面门案 十多年后 曾有住户受访说 住得不心安 如果要一遍一遍 已经一年了 还要在浮 我都往水流 我那里面有 那里面有 那里面有很多 现在就比较不合格 你算是天气那里 那里面有的骨粉 住户当年 带着记者重回案发的房间 这房间就穿那张 要回到台式去吃 多年過後 最近房子整修又再出租出去 一名女藝人熊熊 曾在節目上談到 住進去之後的經驗過程 有一個藝人 他就來租那個房子 他也在某一個節目裡面有談 所以剛開始租那個房子 他就覺得很便宜 將近20坪8000塊而已 而且又是機能很好的一個算是 那個虎林街算是 算是市中心淡堂區 他那個地方有一個天井 然後陰陰的 另外有一個房間 他說這個房間不要進去 其實那個房間我在想 可能就是走路 熟熊回憶 房東說那個房間門口掛了髮器 是為了保平安 他們沒想太多 但怪事卻頻頻發生 這個藝人跟另外一個朋友住 那個朋友就開始生理就不舒服 就生病等等 就生病了 後來生病他覺得蠻奇怪的 然後有一天 這個朋友就跟藝人講 你昨天是不是很早就回來 他說沒有啊 沒有 我怎麼沒有聽到 好像有聲音啊 看到有人在開冰箱 他就問他說你是誰啊 對方不講話 可能沒有看到你 不過他覺得蠻奇怪的 知道吧 他覺得說這個人 過沒多久 這個人就不見了 另外他們就覺得說 這個房子好像怪怪的 怪怪的 後來他們就準備要搬家了 他們把那個床鋪等等 搬起來的時候 發現底下貼滿了符咒 他說怎麼一個房子 房間裡面床鋪底下 那會天蠻符咒的 後來他們也得知 從附近的鄰居得知 原來就是 虎林街滅能血案發生的地方 台灣最近一次執行死刑 是在2020年的4月1號 而現在還有39名的死刑犯 等待槍局 而其中今年40歲的林玉汝 她是唯一的女死球 她是在2010年涉嫌犯下了 震驚社會的連續殺人詐寶案 而遭到判處死刑 當年29歲的少父林玉汝 她被控制為了詐理保險金 她在8個月之內 殺害了自己的媽媽 婆婆 還有先生 當年的新聞媒體 甚至給她貼上了 金氏媳婦這個標籤 不過等到案子進入到了一審 林玉汝她卻揮翻了之前 自己的自白 她說她是被警方威脅 如果她不認罪的話 就要把她姐姐眼給脫下水 她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姐姐 所以只好認了這三起的命案 不過事實上她只承認 沒錯 先生是她殺的 但那也是有苦衷的 因為先生長期對她家暴 導致她產生了憂鬱的症狀 她才會動手殺人 而至於其他兩起命案 跟她沒有關係 況且林玉汝的智商 經過了測試只有57 她的律師為她辯護 一個輕度智能不足的人 怎麼可能會有能力去策劃 執行這三起的炸保謀殺案呢 然而這些說法不被法官踩信 全案最終形形定驗 但現在人有法律團體 不放棄希望積極地搶救 這名現在在全臺灣唯一的女死球 而在南投埔里鎮上 許多小吃店家伶俐 其中臭豆腐更是不少人喜愛的皮皮美食 在埔里只要一提到劉家做的豆腐 當地人幾乎都知道 在埔里那邊是相當有人的 做臭豆腐的大批發商 我們店經營它五十年 一開始就是跟搭阿公 阿公開始跟他拿貨 埔里就是等於是寡散市場 這是阿公拿下來的基礎 全盛時期埔里大概有二十家 大大小小的賣臭豆腐的 所以基礎打得算滿好的 全盛時期劉家的豆腐 供給草屯埔里一代超過五成的店家 超過五十年的豆腐手藝 全靠劉家阿公一手打拼奠定下來的基礎 傳承下來準備交棒給孫子 劉宇航跟孫媳婦淋漁儒 扛下重擔接手經營 一提到劉宇航夫妻倆 跟劉家有五十年交情的小吃店 老闆胡遜亮印象深刻 這個孩子小時候不壞 雖然說不是做功課很好 運動打羽毛球不錯啊 全神的比賽前三名啊 重點培養的這些國手 他們就是同學之間就找一找 就去喝酒 從那次喝酒就認識林依儒 然後就開始交往 林依儒他是在那種深色 所謂的八大行業上班嘛 認識他之後全變了 礦課 俏課 去訓練 教練老師都跟家裡講 爸爸私道 管不動 天高皇帝 所以他父親那時候就很生氣 就斷了他金援 不都不給他錢嘛 對不對 你們這樣在外面亂搞 儘管一開始劉家仁反對兩人往來 甚至還斷了金援 但劉宇航林依儒依舊愛的濃烈 但由於劉宇航的爸爸肝不好 豆腐事業要有人傳承 再加上林依儒懷了劉宇航的孩子 劉家仁才放下了陳建 接納了林依儒 我哥哥也不同意 我哥哥也不太想娶這個媳婦 他就負責累累啊 我哥就講啊 不帶你們的 跑的時候我們都已經刮到 信用卡也刷 報信用也破產 那個肝病是越來越嚴重 只要兒子在外面管不到 希望他回來 接家裡一個事業 基礎算蠻好的嘛 對啊 你就回來接 獨佔事業 布里你好好做的話 生活經濟上絕對沒有問題 也許劉家良老心裡想的是 夫妻倆回來埔里 接下的豆腐事業 或許一切都會有所改變 因此他們幫忙夫妻倆 還了積欠的大筆卡債 希望劉宇航林依儒兩個人 能夠重新開始 而夫妻倆一開始 在經營上倒也有聲有色 畫面上這盤情城臭豆腐 就是林依儒嫁到劉家之後 開發的新口味 也讓劉家第四代生意 又往上攀升 他常常自己在那邊弄的時候 自己就會講說 叫他們學都不學 以後沒有我的時候 在配方 你們都弄不出來怎麼辦 看似恢復穩定的生活 卻在2009年5月底 劉宇航的母親 鄭惠生宙事後 起了變化 我說我媽媽過世 我說什麼 你在說什麼 哪一個媽 我記得你媽 不是已經早就過世了嗎 11月就過世了嗎 她就說是我嫂嫂 我就說 她不是還好怎麼會 她說對啊 昨天不舒服我就住了 我說不舒服的時候 為什麼妳沒有打電話給我 她就說 才住一個晚上就死了 劉宇航的母親 鄭惠生不到50歲 平時身體硬朗 沒有什麼特殊慢性病 但5月27號那一天深夜 因為腸胃問題 住進了醫院後 病情突然急轉直下 所有人措手不及 她婆婆那時候過世的時候 大家都認為 好好了 也沒有什麼病痛 你無緣無故 就突然就死掉了 我就跟我爸爸講 就徐堂講看 人家衣服都穿好了 手套都戴好了 妝都化好了 我就很一頭霧水 我也檢查說 動作會不會太快了吧 然後三天 四天就把它火化 死亡證明開出來 它三天就火化好了 那時候連續加 連續加一結束 就火化掉了 完全就 一般人半場是哪有那麼快 就是很奇怪 不奇怪嗎 正當所有的親朋好友 都還在為了鄭惠生的促事 及辦理倉促的生後事 感到不解的同時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2009年7月20號 劉家再掛起了白色燈籠 辦喪事 因為年僅28歲的劉宇航 也驟然離世 沒有 所以 變得這麼大宅 說得很快就這樣 不然我就問你做大夫 創大夫你做 一堆一堆一堆 你看到海流流就滴出來 還做很好的 對 當然是很訝異 怎麼運動選手 就算生活在米蘭 怎麼樣 基礎的體格應該就是不錯 我就突然就躲了 好 再短短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婆婆和先生相繼的過世 而更離奇的是 婆婆的遺體 竟然在三天就火化了 這太不尋常了 當年蒲里芬局的偵查隊長 陳明成 他馬上就聯想到這個案子 陳瑞卿的炸保案 這麼巧 這個案子也是發生在南投 陳明成他馬上就去調閱 劉佳仁的投保資料 結果發現 林玉如幫他的媽媽 婆婆還有先生 通通都保了險 而且媽媽的保險理賠金 五百萬已經順利 存到了林玉如他的帳戶了 但是媽媽和婆婆的遺體 都已經火化了 現在要怎麼證明 他們的死跟林玉如有關係呢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埔里製作臭豆腐 世家的劉佳母子接連死亡 地方上耳語不斷 房間都在喘 因為地理風水的關係 要不然一下子吃了兩條人命 所以我們真的是起了疑惰 地方上的流言蜚語 漸漸傳進警方而立 當時候任職普里分局偵查隊長的 陳明成說 從鄭惠生再到劉宇航的死 確實有些古怪 一般台灣民間信仰 辦理後事 從遺體安置樹林 再到入鍊出病 火化入塔 約莫需要十來天 是什麼原因 讓劉佳仁急著要再三天火化 就是讓我想到我們祖山這邊有一件 陳瑞欽的詐領保險金這個案子一樣 2000年陳瑞欽詐保案轟動全臺 他被指控為了詐騙巨額保險金 謀害了五名親友 陳明成的辦案直覺 讓他想到了這個案子 於是他決定向保險公司 調閱劉佳的投保資料 卻沒想到同一時間 一名保險員也找上了他 劉佳接連辦理後事 連保險員也覺得不太對勁 他回想 辦理劉宇豪母親 鄭惠生的理賠時 媳婦林漁如催促撥撥款的樣子 很奇怪 他一直覺得 理賠一直沒有下來 他就有帶那個 流氓吧 後後人會臨死 連續的死掉 第二個哪有人死掉三天 你就把火化掉了 腫整的不尋常 讓保險員提高警覺 他帶著留在的投保資料 找上了偵查隊長陳明成 眼前一筆筆的投保資料 陳明成仔細查看 果然看出了端倪 後面看的內容 你看好像都整個都不對勁 因為我看到 都是投了短期的保險 怎麼會就理賠到 像他母親投保二十幾天 理賠金就得報了五百零五萬 偷偷投保也是只有兩個月 偷偷的金額兩個月就高達一千一萬 他都用月角 然後因為最高的受險 付加很高的意外險 然後用月角券 然後沒有多久 我們就是根故了這樣子 從政會升到劉宇恆的投保 除了是短期保險 月角外還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投保人都是媳婦林漁儒 據受益人不是林漁儒 就是林漁儒的兒子 而且林漁的母親 在一年前 因為從樓梯上跌落死亡 去世前沒多久 也才剛投保了短期限 同一時間刑事局也接到了 保險公司台北總公司的反應 指劉佳的投保案太不尋常 懷疑這些都是有計畫性的投保 是乍領保險金的徵兆 林漁儒的母親是衰落樓梯致死 中央地方警察單位不約兒童 都收到了相同訊息 刑事局跟普里芬局 成立專案小組要弄清楚 究竟這些跟林漁儒有關的 被保險人 他們的死是真的意外疾病 還是其中有鬼 但該從何查起 我也要求監察官說 先不要同意 家屬急著要把它火化 屍體要暫時保存 一旦火化就什麼 證據就更少 幾乎都沒有 從林漁的母親婆婆 再到丈夫劉宇航 這三個人 短短九個月內相繼離世 但母親婆婆的遺體 都已經火化了 唯獨丈夫劉宇航尚未火化 監禁重新相驗遺體後 相驗的報告裡面 有安眠藥 有抗憂鬱症的藥 然後還有很多不明的東西的藥 都太高了 都超過 都會造成死亡的一個狀況 我查她的親生的過往的健康的狀況 會有這個成分在她的身上 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說她之前就有就醫的紀錄 可是都沒有 劉宇航沒有任何憂鬱 躁鬱症病史也沒有就醫紀錄 卻是在她的身上 驗出了高濃度的安眠藥 抗憂鬱症藥物 還有農藥納乃德跟甲醇 這個發現讓專員小組確信 劉宇航的死肯定有外力介入 於是專員小組將重點放在 劉宇航為什麼會突然不試掛急診 在住院期間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她約幾個朋友在家裡面喝酒 喝到一半就覺得身體不舒服 然後在場也都是她的朋友 然後也是她老婆 親自送過來 整個過程都是她老婆 陪在她身邊 問她說 她當天有吃什麼或喝什麼 她說是喝高粱酒 那醫生大概是研判說是不是 因為喝了太快或是怎麼樣 造成她的心肌可能在死亡 整個過程看不出什麼特別之處 但專員小組調閱劉宇航 在醫院所有的就醫資料發現 這已經不是她第一次掛急診了 這個案發是在98年的7月死亡的 後來我一往前推一查 98年她的前一個月而已 6月份她又有送一次 前一次 也是她老婆把她送過來 她說她身體不舒服 就覺得說心跳很快 然後就趕快她老婆就說 把她送到急診治室 當初她還沒有生命的危險 所以當時就給她先掉點滴 然後抽血再檢查 掉點滴 抽血 這是急診室裡很常見的診療過程 這個時候突然有名護士開口了 他說她想起來了 那一天她去巡視時 有件事情不太對勁 她發現說 點滴怎麼會有混濁 好端端的點滴怎麼變混濁了呢 再查看一下病人的狀況 發現不得了了 劉宇航她的眼神呆滴 而且瞳孔變小了 還好經過急救 把人給救回來 難道會是這個點滴的問題嗎 但如果點滴真的被動過手腳 那會是誰呢 有一名警覺性比較高的護理師 他悄悄地把這一代 有問題的點滴給先收起來 甚至還把劉宇航 移到了比較靠近護理站的病房 有什麼突發狀況 他們可以隨時掌握 但沒有想到 那死神還是沒有放過劉宇航 凌晨十分的急診室依舊忙碌 醫護人員忙著減傷治療病患 這天凌晨劉宇航因為上吐下瀉 頭暈身體不適 在太太凌辱的陪同下 到醫院掛急診 醫生給予治療後 就讓劉宇航在急診室裡 留院觀察 凌晨三點多 以免羅勳護理師去巡視劉宇航的病床時 發現陪病的林玉如不在 但是應該清澈透明的點滴 卻變得濁濁的 而且劉宇航的眼神呆滯 通口變小 他發現到在整個點滴的部分來講的話 這邊就一些混濁的現象 那個護士就趕快通知那個醫生 趕快急救 劉宇航有問題 幸好緊急處置 人就回來了 他問他老婆說 這個點滴怎麼會有混濁呢 他老婆反而怪那個護士說 你們護士醫生的事啊 什麼我老公來這邊急診 為什麼你們那個藥物怎麼會混濁呢 看著更換下來的混濁點滴 護理師越想越覺得怪 他在急診室裡 從來沒有遇過這種狀況 真的會是點滴變質了嗎 一方面護士懷疑他 一方面護士也是怕說 是不是我們醫院有問題 如果真的有發生狀況的話 怕說不會變成醫療舒適 於是護理師將這一代點滴保存下來 另外他還將劉宇航的病床 移到護理站附近就近照顧 雖然機械室很忙 但是他覺得怪怪的 他還是會稍微去多注意一下 他的狀況 凌晨五點多 羅憲護理師注意到 陪便的林漁如站在丈夫的病床旁 背對著護理站 他在幹嘛 護士就趕快跑過去 當場就看到他 拿一個針筒 就打到那個點滴帶 他說你在做什麼 他說沒有 我是看到那個點滴 滴不下來 我是用針 把它動動 讓它能夠順暢一點 你這樣做不對啊 你如果說點滴有阻塞 或怎麼樣滴不下去的話 你要跟我們講啊 你怎麼可以自己動手呢 我不是當初有跟他這樣講講 劉宇航第二次的就診 這一次他因為腸胃炎得留院觀察 住院第二天 在林漁如的要求下 轉進了擔任病房 這是事發當天的監視器 畫面拍下林漁如離開病房後 不到二十分鐘 護理師進入巡房 沒多久 有一群護理人員 急急忙忙地把劉宇航推出來 到加護病房急救 此時他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最後搶救無效 是什麼原因 讓轉進擔任病房不到一天 且病情逐漸趨於穩定的病人 突然連救的機會都沒有呢 看不見病房內發生什麼事 但走廊上的監視器 卻把誰進誰出都拍得很清楚 這段時間進出病房的 除了護理人員之外 就只有林漁如了 再加上劉宇航六月份 那一次掛急診時 護理師的說詞 以及那一包混濁的點滴 專業小組也拿去做了檢驗 一驗出來 裡頭有安眠藥 抗憂鬱症藥物 跟農藥納乃德 這些成分跟劉宇航相驗時 身上驗出來的毒物 不謀而合 除了引帶 可以佐證以外 剛好又有這個政績的連結 那我們在想 那是應該是跑不掉了 專業小組再往前回推 發現林漁如的婆婆 鄭惠生的死也有蹊蹺 鄭惠生因為腹瀉 頭暈想吐 在林漁如的陪同下 到醫院掛急診 儘管一度病情穩定出院 但不到一天的時間 又折返醫院 卻在醫院安排 住進單人病房後 沒多久 病情惡化死亡 鄭惠生跟兒子劉宇航 從就醫到死亡的脈絡 幾乎如出一側 從腹瀉頭暈 再到住進單人房 再到病情急速惡化 醫生當時開立 兩人的死亡證明 是心肌梗塞 現在看起來 沒有那麼單純 只有單純的上吐下瀉 還是冒冷汗 來給你們醫 就死掉了 醫院一定會自知理虧 然後就是家屬沒意見 醫院那邊也沒有什麼意見 在醫院的立場上 他搞不好就 死亡證明就開得出來 開得出來 他就那死亡證明 就三天內就化掉了 等到我們警方 趕來要屍體來相驗 還是要再來解剖什麼 我都還不濟急 檢檢調查 舉辦林玉汝投保的至親 從先生 婆婆再到母親 通通都在投保後 沒多久就死亡 先生跟婆婆 都是送醫後不治 而林玉汝的母親 林侯月雲 則是在家中意外過世 媽媽的更奇怪 因為他媽媽只有投保 我算一算 應該是二十一天 就死亡了 整個案子 領到了理賠金 就是那五百零五萬 每一個至親的死亡過程 都能看到林玉汝的身影 專業小組清查發現 林侯月雲五百零五萬的保險金 在過世後 就落入了林玉汝的口袋 不過正會生的一千多萬保險金 原本已經核保通過 卻在核發前 被保險員及時擋下 據帳部劉宇航死前 也投保了四百六十五萬元的保險金 假如這些金額 全部通過核保 讓林玉汝 短短一年就可以領到兩千萬的保險金 但是光跨林玉汝一個人 真的有可能獨立犯難嗎 我們一看 大概是二十七八歲 很年輕啊 看起來又是滿清秀的 他講話滿清新的 他也不會刮刮膠那一種 然後中隊會浮現說怎麼 這個女孩子怎麼會是他這樣 因為他怎麼敢 研判應該是他的一個人 他知道說 他還有什麼兇悍的贏 這個林玉汝他四賭無命 而且他賭的都是賭六個彩 都賭得很大 你知道南投 府里那邊最大的主投 不敢讓他簽 他一起都簽了一二十萬耶 越賭越大 一查下去才發現 林玉汝不僅完全賭 還欠下了巨額賭債 會是因為欠債 才讓他很下心 炸爆侍卿嗎 當年不到三十歲 看起來眉清目秀的女孩子 沒有想到私底下 竟然是嗜賭如命 而且自從漢先生 接手了家族的豆腐事業之後 因為這品質越做越差 把很多的老客戶都給逼走了 有的店家甚至懷疑 林玉汝為了報復他們 竟然偷偷放了一把火 把他們的店都給燒掉了 不再能託埔裏這家老字號的小吃店 下午三點才剛開門做生意 不少掏客吻香而來 很難想像生意不錯的小吃店 在十多年前因為一把惡火 整個店面幾乎被燒成一片廢墟 我們跟著老闆胡迅亮的腳步 往二樓走 上面本來還有隔熱的那個泡棉 對 泡棉 還有青鋼架 這個就是弄青鋼架 後來燒 整個都塌下來 這邊的格局以前 就是跟一般家庭的格局一樣 有床鋪 有沙發 加電視 電視櫃什麼 一般家庭有冷氣 全部都燒得光光了 一把火燒毀了一切 幸好只有財務損失 人平安無事 但是一提到當年的那一場大火 胡老闆至今人是氣憤不已 因為這一把火不是意外 而是人為縱火 明明就知道他縱火 我們又拿他沒辦法 胡老闆口中縱火燒店的這個人 就是林漁茹 儘管都已經過了十多年 一提到林漁茹三個字 他仍是又氣又無奈 胡勛亮說 他們跟劉駕有五十多年的交情 從他父親那一代 就開始跟劉駕批豆腐來賣 原本兩個家族的合作無間 卻在林漁茹跟丈夫劉宇航 堅守後慢慢變了樣 他怎麼做 亂做 亂漲價 做的品質越來越差 經常都怎麼樣 都不跟你講 不然今天開始三天沒有貨 你們自己去想辦法 我說你這樣搞我們 我們怎麼活得下去 一個月好幾次就只有賣麵 豆腐就空在那邊沒有炸 我說我這樣聲音怎麼做 原本胡勛亮還覺得年輕人 剛接手經營 也許還沒抓到訣竅 偶爾夫妻倆來送貨時 他也都會多加提醒 但是林漁茹的反應卻是 都是他送來 都是他送來 那他送來我們有跟他反應過 說你什麼 你長得跟不長這樣 有跟他反應過嗎 講過 不高興啊 東西放著掉頭就走了 林漁茹這邊 你看他蒜茹那個樣子 頭歪一邊那個三七步 然後這樣 蒜茹他老公每次 你看人家說你豆腐不好 他... 劉宇航也在旁邊咬個檳榔 一副無所謂的樣子 品質差很多 我們那時候講說 他阿公做的豆腐 跟厚片吐司一樣 又大又厚 他做的 我們講笑話 小時候吃過孔雀餅 很薄又薄又乾又小 於是胡遜亮忍痛斷了 跟劉家五十多年的生意往來 胡遜亮說不只他 埔里在地很多店家 也因此都不再叫劉家的豆腐 林漁茹的婆婆跟阿公 還會來當合適老 希望他們再給年輕人機會 林漁茹 那他說也在哪邊 對... 他跟他媽媽帶他來 他說道個歉 拜託叔叔 再拿回頭拿我們豆腐 那個臉 那個表情其實很... 很不高興 或者他阿公知道 騎一個老人車 很生氣 他說好好的生意 被他這個孫子 孫媳婦搞成這個樣子 他說好 你幾次我 反正我豆腐我自己會做 我就自己開架 我就 消架 我就一定要幫你 幫你打垮 他在旁邊開一架 他總共開兩次 每天廣告車就在我前面賺 特價 你賣四十塊 我就賣三十塊 賣二十塊 我就特價 都我一定要把你弄倒 不少店家看在老人家 求行的份上 慢慢回心轉意 唯獨胡遜亮 堅決不回頭 但是這卻讓他苦心經營的 小吃店惹來祝容之禍 有一個店員開車從那邊過 知道那個人 結果就看到穿雨衣在我門口 沒多久就火災 中火之後 警察也跟他約談 到警察做筆錄了 完全跟沒有事一樣 無奈當時沒有直接證據 辦不了他 胡遜亮說 劉駕阿公打下的豆腐江山 如果凌雲如夫妻倆 能夠好好的做 生活應該無餘 卻沒想到 凌雲如卻因為沉迷牽賭 連工作都不能好好做了 聽說那時候欠兩三千萬吧 被人家逼急了 跪在地上 拜求 求幫他 你如果不替我還一點 我被他打死 怎麼樣 公公當然也心軟 就幫他還 我哥哥就想辦法先去 去跟我爸爸拿他的房子 去貸50萬取他 我爸這個房子的貸款還在還 四個月帶了有沒有 我跟一個月 人家第一次來討價50萬 我哥為了這個50萬 被他們寄到快瘋掉了 他是一開始就有目的的 我哥又拿他的房子 去二貸50萬幫他還掉 還的時候就突然就變得 怪陣子 有一個帶公公公國不進來 吃好料 自從他公公過世之後 我媽媽就真的是管不住 過世以後他就哥哥有保險 然後就贏過了 贏過他還沒辦法 他又把生意搞得一塌糊塗 得失很多客戶啊 他還很擴守耶 他都可以帶那個印尼的 去買名牌 那種還要販獲得一塌糊塗 表面那 assets 他支付他 他要賣 哇 他人家 他和販獲得十二財 她 實在是 好 好像販獲得了 五十萬 還有欠林玉如母親的同居人三十萬 此外 夫妻倆更以婆婆鄭惠生的名義 向保險公司借款一百八十萬 另外 以鄭惠生住處還設定抵押權給保險公司 有一百四十多萬沒有清場 檯面上零零總總加起來 至少超過六百多萬 那檯面下欠地下錢莊的會有多少 檢警更透露一件事情 調查的過程當中 林玉如三番兩次寫信給檢察官 要檢察官趕快核發先生的死亡證明 寫信給我 她生活很困苦 她要照顧小孩 希望能夠趕快核發那個死亡證明書給她 她才能夠去請領保險寫護 寫四次申請書 還要請領書給我 真的是因為要照顧孩子才急需用錢嗎 專家小組鴨子滑水搜證了四個月 發現林玉如除了替媽媽婆婆丈夫投保外 她也曾經試圖要幫小姑投保 但是沒有成功 不過她的兒子也已經投保了 我又發現說連她兒子讀幼稚眼而已 也投保了 事情案子我一定要往壞的方面 最快的打算去想 六二才的這些主頭 大概都是有兄弟的背景 那被她逼得沒辦法的話 那我就跟檢察官報告說 我要動手 我說你有把握嗎 你這些資料有辦法嗎 我說沒辦法 我們也要動手 檢察官 我很怕的時候她兒子會 對 不要鬧慘 你為什麼要磨害她 你有佔點保險金嗎 真的是為了錢 失去了理智殺紅的眼嗎 檢警不能夠再等下去了 立刻發動了搜索 還記得我們剛剛提到了 那個護理師非常警覺地 把那個有問題的點滴帶 給保留下來嗎 在裡頭被化驗出來的藥物成分 竟然和在林玉如家裡頭 所搜到的藥物一模一樣 面對這個證據 林玉如她要怎麼解釋呢 所以我們就開始行動了 搜索票就到她家開始搜索了 有收到抗魷魚藥 安眠藥 甚至於我還有收到農藥 專業小組在林玉如家中 找到的藥品和劉宇航體內 被驗出來的藥物都一樣 他們還在桌上找到了一個紅包 她有到桃園 算那個指揮董事 裡面有命盤十二宮 裡面不是見血光就是七煞 都是大凶 下面有一個總結就是 最親近的人皆會死亡 讓我不喊合力 是預言還是巧合 林玉如的母親婆婆丈夫 確實一個個都過世了 蔡彥哲說經過長時間的蒐證 她很清楚 要突破林玉如的新房並不容易 畢竟能騙過保險公司 怎麼可能輕易招任 那時候的想法就是想說 先讓他承認他老公的部分 一個年紀這麼輕輕的小女孩子 我怎麼可能辦不了你 我就故意 我就拿那一疊資料 林玉如你看你承不承認 你老公會死亡 我全部通通調查簽署 你老公為什麼會送到基準室去 他說我老公就叫我約他的幾個好朋友 到家裡來吃飯 然後喝到一半的時候 我老公覺得他身體不舒服 就叫我送到急診室來看 急診室的時候 為什麼你會馬上要求住到單人房 我就說有嗎 沒有 我醫生的那個筆錄都做好了 這個你就你說謊 第二個 為什麼他裡面會有安眠藥 抗優物藥 還有不明的一些藥物 你本身自己身體有沒有什麼疾病 沒有 我哪有什麼疾病 那你們沒有疾病 有什麼會去看醫生拿那個 安眠藥 優醫生的藥物 第二件他又查一下 沒有啊 我就覺得 有一陣子就睡不著啊 怎麼樣 我跟他講說 你要不要老實講 你這一點你有說謊 整整四個多月的搜證 讓蔡彥哲知道 林玉如根本沒說老實話 他在追問 那點滴呢 對啊 我就覺得說 你們醫生 你們護士有問題 因為我先生那點滴怎麼會混濁的 那為什麼我剛剛問你說 跟護士之間發生什麼事情 那你怎麼都沒講 沒有 我想說那個不重要 我說什麼不重要呢 萬一醫生或護士的疏失的話 這會造成你先生死亡 這個是很嚴重的 那一包混濁的藥 我還把它保存起來 那是證據 而且那個 點滴也拿去化驗 跟你家裡搜出來 你吃的藥 成分通通一樣 你就戳破他一個謊言 一個謊言 一個謊言 慢慢把它戳破 他慢慢地心訪 他會覺得說完蛋了 你會不會後悔你做的事 會不會後悔 凌雲無召了 他說的確是他殺了丈夫 先來突破他的婆婆 就是我跟他講 那證據你要不要看 我說你再看 也是頂多被我突破一個謊言而已 他婆婆他就這樣 他就比較快成功 最困難就是他母親 這個是親情的包袱 他如果坦誠的話 那怎麼對兄弟姐妹交代 專案小組查出 臨後月雲出意外的當天 林玉如仍就在台南 但是共處儀式的兩個人 談了什麼 無言下發生了什麼事情 沒人知曉 有什麼能夠證明 他是謀害母親的兇手 一直苦無突破 偵查隊長成名成決 定先暫停訓問 因為我們這個牆壁 是一牆之隔而已 真的是 我就躺下去 大概五分鐘至十分鐘 就好像有一陣涼風 就給你吹上來 奇怪 我窗戶也都是關著 怎麼會 也來了一陣紅 這樣好像催促你 還是繼續問 一個一閃而逝的念頭 讓他想起了 林玉如桌上的 那一個紅包袋 那我在想說 他是不是對這個神明這邊 他還是有敬畏的這部分 我就導用佛家講的 因果輪迴 而且我說你命運這麼坎坷 如果有來生的話 你是不是背負的這條 還是要再懷 你騙得了我們 你騙得了兄弟姐妹 你騙得了你的良心嗎 當下他真的聽得下去 結果就可以說是崩潰了 你不會想那麼多 自己好好想一想 案情最後一塊拼圖 終於拼湊完成 林玉如說因為他跟哥哥借了50萬 哥哥又催得急 那一天他專程回家 希望媽媽能夠幫他說起 那他媽媽就跟他講說 你們兄弟姐妹 老是這樣吵這樣吵 你跟人家借了那麼多 他都還沒還 我就跟妹妹說 你這個沒救了 你拔到這樣 幹什麼 在二樓要下樓梯的時候 心裡就閃過一個念頭 因為我跟他媽媽一把 他媽媽死了 這個保險金 可以解決他的債務問題 非常難以想像 為什麼這麼能寫 你為什麼會有這種念頭 但是他真的做了 以頭下腳上的方式仰躺 檢查呼吸吸尿之後 他把媽媽旋轉 就變成說頭在上面 好像不小心失足 滑落樓梯這樣子 屁股又坐在樓梯上 這樣仰躺 有被後悔 這是林玉如殺人的開端 從取走母親姓名的那一刻開始 他回不了頭 而且最重要是 他媽媽的保險金能夠很快 就入障 那才失省之位 二十來天就五百多萬 所以他才會有再下一個 正會生 才會再下一個林玉亞 如果真的這個案子不扣 還有下一個被害者 你們後悔的犯刑 警方說的林玉如他都認了 但是沒想到案子進到了一审 林玉如卻翻供了 他說是警察威脅他 如果他不認 就要把他姐姐姐給拖下水 為了保護姐姐 他只好全都認了 而事實上 他只殺了他的先生 殺婆婆其實是他先生的意思 後來他的律師也提出了 草屯調養院所做的智力報告 強調林玉如他的智力 只有五十七 他是屬於輕度智能的障礙 他根本沒有能力去策劃 這麼複雜的炸保謀殺案件 況且從頭到尾 法官沒有其他的關鍵證據 你怎麼可以只靠被告的自白 就判處他死刑呢 為了炸保狠心謀害至親 劉佳仁難以接受 這天人永隔的罪心之痛 我給我一個家庭 為了這個林玉如這樣 我跟家父親夢想看 你現在也不擔心 老人家傷心欲絕 他從沒想過林玉如竟會如此狠心 連親人的命都不放過 後悔 冷血的行徑 更被當時的媒體稱作是 金氏媳婦兒 穿著紅色背心 綠色運動服一頭短髮 他就是金氏媳婦林玉如 你會不會後悔你做的事 你晚上吃得很難睡覺 你怎麼那麼狠心 面對檢檢的偵訊 從殺害至親到縱火 林玉如全都認了 但這些說法到法院後 全都變了 他說 殺丈夫是因為他被家暴 忍受不了 不是炸保 殺婆婆是丈夫的主意 至於殺母親跟縱火案 不是他做的 這樣的說辭 法官當然不踩信 二零一年五月 南投地方法院一審宣判 林玉如殺害母親婆婆 遭判處兩個無期徒刑 殺害丈夫劉宇航 則被判處死刑 案件一路上訴 二零一三年五月 最高法院開生死辯論庭 律師搬出了一審時 法院委託草屯療養院 所做的治理報告 直指林玉如智能不足 律師說根據智力報告 林玉如的總治傷只有五十七分 屬於輕度智能障礙 不應判死 難道這是律師為了幫林玉如逃死 搬出的殺手箭嗎 本案犯罪過程 其先前所犯放火殺人 詐領保險給付等罪的犯罪經過 及事後處理的過程 以及他長期遷阻六合彩等情形 認為他的智能 無明顯低於常人的情形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三號 最高法院判決出爐 林玉如殺害母親婆婆的部分 維持無期徒刑 丈夫劉宇航的部分 判處死刑定驗 也讓林玉如成了相隔二十三年來 第一個女性死囚 判刑定驗 劉家仁等到了他們心中的公平正義 但林玉如的詐寶案 並沒有隨著定驗劃下句點 不少民間團體認為整起案件 還有很多疑點沒有說清楚 死刑的判決太過沉重 我認為林玉如他應該接受 適當的刑罰的制裁 那至於所謂這個適當刑罰的制裁 我不認為死刑是適當的 因為死刑定驗的這個判決的量刑因子 裡面有考慮到前面他又殺媽媽又殺婆婆 可是這兩個命案在我看來 都是有高度值得懷疑的地方 他到底有沒有真的做了這樣的事情 林志中律師說 林侯月雲的死 除了林依如的自白之外 就沒有其他佐證了 再加上林依如事後又翻供 光靠一個自白就能證明人是他殺的嗎 其實就只有林依如的自白 其他沒有任何證據 因為他媽媽也火化掉了 說實在那個驗傷的情節 到底是怎樣沒有人會知道 保險公司的調查的結論 林依如最後是有拿到500多萬 就是他母親的保險金的被案 那表示什麼 表示保險公司的調查 就是認為它是一個意外事件 他才願意付這個保險金給林依如 那我就要問 那還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 林依如有殺害他母親呢 但倘若林依如沒有殺害母親 他為什麼要認 警察有用我乾哥哥黃針斬 還有我姐姐來威脅我 說要對他們不利 那她婆婆的部分也是一樣 審判當中啊 她有講到說 這個婆婆去注射毒藥 是她的老公劉宇航拿毒藥給她 她去注射 那這裡沒表示有共犯 可是這個最後的判決都排除 劉宇航是公犯 律師說針對殺害婆婆的部分 法院當時要進行測謊 測謊過了 但是法官卻不踩信 如果依照林依如的測謊結果 是否代表婆婆的死 真的是劉宇航指使的 另外針對丈夫的死 林依如說是因為劉宇航家暴她 她為了要報復丈夫 並不是詐寶 因為她想要讓丈夫也常常 像婆婆一樣被嚇毒的滋味 她有提到說 公公要他們接下豆腐廠的工作 每個月不到萬元的家用需 照顧一家五口 而且丈夫有多次酒後暴力的行為 而感到身心俱疲 我記得那個費死聯盟 有人有訪問過她姐姐 她姐姐也證實確實有這個事情 因為她被她老公打以後 會跟娘家的人聯絡嗎 此外 一審法官為請草寮做的智力測驗 證實林依如是屬於輕度智能障礙 再加上她從2006年6月 也就是殺害丈夫的前兩年 就為了失眠憂鬱症去就診拿藥 依照國際公約 有智能障礙者不能判處死刑 但是面對家暴跟智能障礙的說法 鄰居的看法似乎有點不同 家暴從來沒有聽說 我只看過她經常在罵她老公 真的有智能障礙的智能嗎 她能賭六合彩賭得那麼大 結婚生小孩 豆腐那時候說品質不好 她還會說想辦法研發 那花樣多了 她怎麼可能會智能不足 怎麼可能會智能障礙 來罵她老公也罵得很兇 這樣的人講到嘴口齒伶礙的人 精神科醫師說 輕度智能障礙者的心智年齡 相當於7到11歲的孩子 有學習能力 但是無法學習太過複雜的事物 儘管鑑定的結果就是如此 但是人有不少人 對於林玉如是否有智能不足心存懷疑 講一句實在就是林玉如她 她的公訴也是真的很亂 很反覆 一下講她也講這樣子 所以可能在法院會覺得說 你也不是一個很坦誠 很真誠的人 那第二點 這個媒體的標籤效應我覺得很大 便貼上金氏媳婦的這樣的一個標籤 非常糟糕的 或者是說非常負面形象的 那依據這個作為基礎 而來論定她應該給予死刑的判決 那我認為這個死刑判決 當然是值得挑戰 而且有所質疑的 好 林玉如的律師強調 林玉如她不但有輕度的智力障礙 而且還有嚴重的憂鬱症 所以依照國際兩公月的精神 根本不該被判處死刑 但是也有人說 林玉如喜歡遷渡 她還會計算六合彩的號碼 她一點都不像是智能不足 如果你看過林玉如出庭的樣子 你會不寒而栗啊 好 林玉如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當她被貼上了金氏媳婦的標籤之後 就註定了世人看待她的眼光嗎 小吃店老闆胡遜亮一提到林玉如的官司 除了無奈還是無奈 綜火案一審判處林玉如一年六個月 受得損失胡遜亮只能自己吞下 她說回想起打官司的過程 林玉如在法庭上一舉一動 至今她忘不了 她說我坐她證後門 看她解剖報告 這個是法醫的解剖報告 你看一下你們意見 全場安靜 看她一個人拿解剖報告 很多那個解剖的照片 她居然一張一張這樣 慢慢看 慢慢好像欣賞畫一樣 居然這邊能學到這種地步 她永遠就有一句話 她們講的都不是事實 我不承認 沒有認什麼 全部都否認 她說莎媽媽這個罪好像很重 傳出去很難聽 她說要求撤訪 法官也沒理會她 不是警察到時候她發案的時候 到現場去做模擬 也回一句話 模擬只能參考 但是不是證據 從頭否認到底 對不對 你說她這個人有悔悔之心嗎 你會後悔嗎 你會後悔嗎 台灣最近一次執行死刑 是在二零二零年的四月一號 我們現在還有三十九名的死刑犯 等待槍決 林玉如是其中唯一的女死球 而廢死聯盟 還在為她努力的奔走當中 林玉如的辯護律師林志忠 拿出一疊信件 這些都是林玉如從看守所內寫給她的信 大部分都是寫給我說 希望要跟我當面談談 林志忠說自從她接手林玉如的救援後 她就經常會去會面林玉如 她說林玉如自小家境不好 高中畢業後就去夜店打工 那個在媒體報導上被稱之為金氏媳婦的人 在她眼裡看不出什麼特別之處 我對她第一眼看到 我就覺得她眼睛很大 長得就是一般的尋常的媳婦 就是這樣一個少婦 因為她現在的身分是死球 然後她又不能下工廠 就是下工廠他們會領一點薪水 就作業金 一個月可能幾百塊 她在裡面生活 她也是需要發揮的 比如說她要買一些衛生棉 買衛生紙 買洗髮金 這都要用錢 那她二姐生活事實上比較困難 那婚姻也不是很辛苦 她會想說不要讓別人負擔 像這一次去她就問我 關於遺囑的問題 你有問她為什麼 會關心起遺囑的這件事情嗎 可能就是生活的 可能也是一些壓力吧 林志忠說她跟費死聯盟仍在為林渝如努力 希望替她爭取再審 及大法官釋憲 讓林渝如能夠獲得相對合理的良心處置 那些再審被駁回 大法官釋憲仍是遙遙無期 台灣現今唯一一個女死球林渝如 至今仍在尖鎖裡隔著鐵窗 倒數人生 蔡政府上台以來 執行過一次的死刑 槍決了一名死刑犯 你可以發現 台灣現在不但執行死刑的速度非常緩慢 甚至法官也不太會判處死刑了 只要不判死刑 就不需要執行死刑 只要被告在監牢裡頭 乖乖的抄抄心驚 表現出一副充滿忏悔的樣子 就表示這一個人還有教化的可能性 你聽到這個關鍵字 可教化 就變成了死刑犯死裡逃生的保命符了 但是有個縱火犯他叫做翁仁賢 他燒死了六個家人 他不但沒有絲毫的忏悔的意思 甚至多次在庭上 他和法官對嗆 他在一審二審沒有意外 都被判處了死刑 但這個案子到了最高法院 法官卻撤銷了這個死刑的判決 發回更審 理由是什麼呢 理由是請你查明 其他倖存者從火場裡逃出來的這些家人 他們身上的燒燙傷 是不是因為翁仁賢縱火所直接造成的 家屬認為這個理由聽起來簡直是莫名其妙 縱火的施政已經那麼的明確 法官為什麼還要在這種 知為末節上面吹毛求疵呢 翁仁賢的三哥 他在更一審宣判的前夕 接受我們的專訪 他忍痛地回憶起這個令人 不想要再回憶令人心碎的除夕夜 他無非就是希望 成神法官能夠站在被害家屬的立場 試著去感同身受 他們不但要承受失去親人痛苦 還要每天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 因為結果翁仁賢他曾經放話說 人可以輪回幾十次的話 那麼我就追殺你們幾十次 三年前他之所以會選在除夕夜下手 就是因為他覺得那天晚上 大家都會回家圍爐團圓 他才有這個機會 可以一次殺光全家人 大概在我們剛剛圍爐 剛剛大家六點多 因為六點交接班 六點多開始要聚餐的時候 就接到一零電話發言說 我們轄區又發生火警 一般派出所處理的事情 本來就不少 難免也會遇上火警狀況 就單純火警狀況而已 所以一開始還想說 你們先用喔 我先去那邊處理一下 就回來了 會對那邊這種狀況發生 除夕夜圍爐 吹噬不慎的火警也很常見 但是大多是虛驚一場 劉偉誠萬萬沒有想到 這場除夕夜的火警 會在他的從警生涯中 留下一個難以忘懷的意境 眼前的傳統三合院 右側屋宅 已經改建為新式的兩層樓透天措 而起火點就在新舊建築的交接處 一把火來得又急又猛 就怕屋子裡有人受傷受困 所以我就趕緊找清醒的家出來 問說你們到底有多少人 總共有十六個 聽到他哥哥講說 有那麼多人 我們也都撒掉了 怎麼那麼多人在裡面 這三合院裡住的是一對高齡八十四歲的 翁姓老夫妻 老夫妻有七個兒女 兒子長大了 個個都成家立業了 平時老夫妻就跟著最少的兒子 翁仁賢住在一起 火警當下 翁家三代同堂十六個人 全在裡頭 然後我就第一時間就想說 趕快把名單建立起來 跟下方這個場景就是一樣 救一個有誰 逃跑有誰 請他哥哥去聯繫說 電話跟他聯繫 逃跑的人 看是不是安全 第一時間警銷急著救人 但看著傷者一個個被救了出來 一幕也連的每一幕 都讓人揪心 有抬出來 那時候他還 四肢減去 已經有點減去的狀況 然後一直還說很冷很冷很冷這樣 對啊 然後就一直哀嚎 從火場脫困的這名年輕女孩 是老夫妻的孫女 她幾乎是體無完膚 劉偉誠說 當時他一心想著幫他擋雨 讓他暖和一點 但是女孩送到醫院之後 人就過不了死神這一關 就真的很不捨 然後就又想起他當被抬出來 他那種很痛很愛好那種表情跟感受 一把無情火燒了三個小時 終於被撲滅了 但是屋子裡八十四歲的老夫妻 還有他們的一個媳婦 一個孫子 還有一個看護 卻聯繫不上了 人呢 當檢警踏入已經燒成焦黑的屋內 找到人了 全部都在餐廳 都來不及逃生了 全部都是在裡面 有些已經燒到誰都認不出來 那個吃飯的兩桌的木製的大圓桌 全部都燒到都看不到是桌子啦 應該是何家熱鬧為著圓桌吃飯的場景 卻在火蛇燦燃之下 成了一場煙雨 那麼小的一個地方 十幾個人遇到火警的時候 那種慌亂跟每個人都想逃生那種 那種甚至可能會有褪急的狀況 其實都已經現場因為混亂 都可以想像得知這種狀況 來臨房好不好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臨房是一個很溫馨的感覺 為什麼會變成這個狀況 除夕夜的這場惡火 奪走了汪家六條人命 五個人慘遭火吻 一夕之間天人永隔 家園全毀了 但是這一把火並非意外 信存的汪家人 直指老夫妻的最小兒子 汪仁賢是殺人兇手 是他弟弟汪仁賢 但是聞到乖乖的氣流味 還有人出來看 出來看之後 然後汪仁賢就進去 就向他們潑擦汽油 還點燃 然後出來之後 還拿著刀子去追砍 那些逃出來的人 他就讓我們選擇 沒到 他們期盼的教授 我們還有一塊字字 在現場說 很難沒有打 而家中另外五人 則是受到輕重傷 汪仁闖過後 立刻逃跑不見人影 聽說是騎摩托車 然後裝了兩瓶的那個 保特瓶裝了這個汽油 做一個點火 然後縱火的這個動作 怎麼會是自家人縱火燒自家人呢 這個汪仁賢沒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平時也沒有聽說跟家人相處 有什麼異狀啊 到底是什麼理由 非得要一把火毀掉所有人 現在我有把汪仁賢找到 才能理清楚 警方查案只怕理不出身分 但是現在有了身分 有了車牌 要帶汪仁賢應該不難 卻沒想到 這一切都在汪仁賢的算計之中 他比警方想像的還要難纏 好 在案發的第一時間 警方就確認了嫌犯的身分 知道他是騎摩托車跑跑的 也掌握了這輛機車的車牌號碼 警方估計人應該還沒跑遠 立刻調閱他的手機通電記錄 結果竟然發現這個人 歐仁賢幾乎沒有跟外界 有任何互動聯繫 他沒有朋友的 還好他的手機還有訊號 就鎖定了機體台的位置 就在西州橋附近 警方立刻出動了大隊人馬 在附近展開了地毯式的搜索 但是沒有想到 竟然整整搜了兩天 搜不到人 訊號還在啊 人呢 後來才在橋下找到了這支手機 原來歐仁賢當天縱火之後 他騎車經過西州橋 就把手機往橋下這麼一扔 警方就因為這個訊號 困在這個地方白白浪費了兩天的時間 等到回過頭來 再去調閱監視器畫面 才發現歐仁賢他已經逃進了 宜蘭的山區了 這下子人更難抓了 為什麼呢 因為根據了解 翁仁賢他是憲兵特種部隊 退伍的 他擁有野外求生的技巧 除非他自己肯下山 否則警方要上山去抓他 恐怕是難如登天 所以說也沒有朋友可以問其他的心中 一般人總會有一兩個常聯繫的朋友 但是翁仁賢竟然完全都沒有 連跟家人的互動聯繫都少到不行 從親友身上問不出什麼 沒關係 警方鎖定了翁仁賢的手機 發現他的手機仍有訊號 一看基地台的位置 人還在龍潭 我們一直以為他在那一塊 早上開機了 晚上又關機了 訊號是飄來飄去的 又在移動 移動的訊號點讓警方確信 工人行肯定就在這個區域內 警方大陣仗動員 以西州橋位中心方圓數公里 地毯式搜查 整個包括那個廢棄的芝麻酒店 有很多的房間 我們偵察隊也多 有很多的人都去逐漸的找 就是沒有 甚至有一間公廟 我們都懷疑這間公廟 是不是有參與他 那我們也在他的同意之下 也去做搜索 所以在那邊找了兩邊 然後刑事局的都來支援 大堆的都來支援 我們全部的警力 每天大概一二十個人 都在這塊找 西州橋那個區塊 是我們找最久的一個時間 搜了整整兩天 卻找不到半舔翁仁賢的蛛絲馬跡 難不成這個翁仁賢 飛天遁地 從翁仁賢的背景來看 躲在野外避避風頭 對他來說應該不是難事 這當警方隊在西州橋周邊 搜尋味果而苦惱的同時 專欄小組調閱監視器 卻看見了翁仁賢的身影 我們教監視器的童年很認真 就發現他真的有停在超商 下去買東西 而且還穿著雨衣 後來抓到他 他手機是往西州橋往下丟 他沒有關機 也那麼剛好就沒有壞 還早上八點開機 晚上十七點關機 一直讓我們耗費很大精力在這塊 一直以為他在那邊 對 一直以為他在那邊 找了半天這翁仁賢根本不在西州橋 原來這一切都是他故步遺症 翁仁賢知道警方會追手機訊號 為了誤導警方爭取逃亡時間 第一時間他就把手機丟了 但是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警方靠著監視器還是破了翁仁賢的軌跡 現在他往哪裡逃 往哪裡走 一切清清楚楚 只是監視器越掉下去 翁仁賢的逃亡路線 警方越看越覺得不安 他往台七線的方向跑 就是北回公路的地方 有經過山明派出所前面 就已經進入復興鄉了 所以說這過程裡面 我們知道他的方向是 往宜蘭的方向跑 這翁仁賢泛濫後 幾乎是頭也不回的 就往北橫去逃到山裡了 遭了這翁仁賢熟悉野外求生 進到的山裡要抓他可就難了 我們當然有想到這一塊 山區第一個我們 不是我們俠區我們不是那麼熟 那甚至他的家人都告訴我們 他一個人有辦法 在山中生活一個月 警察的壓力承受一個月 又是在國寧期間說真的 宣判沒死 征判的警察可能就過勞死了對不對 征判刑案命案最大 一口氣六條人命 歹人的龐大壓力全落在下區 遠景間上 儘管知道翁仁賢逃進了山 但是諾大的山區要找一個人 哪有這麼簡單 果然翁仁賢已經到山裡沒多久 人就消失了 我們桃園市跟宜蘭縣公家 在山區的任何影像 會不會是漏看的呢 好端端的人 怎麼可能憑空消失 所以說 我再請同仁再往下一個地方調 他是在名池 林陸局的一支監視器 那離我們桃園 跟名池的監視器 將近十公里的距離 但是同仁他們也去監視器去調 但是回報的訊息都沒有 仔細看這個林陸局 架設的監視器 這裡離翁仁賢最後出現的地點 相隔十公里 一條路上山的監視器 分別朝著不同的方向 鎖定所有往來的人車 若有動靜 肯定都逃不過 基本上 以他的監視器的架設角度 不可能會排不到 對 那這代表著什麼 這個翁仁應該就是 躲藏在這十公里的地方 所以說我們就把 偵察隊的警力 跟派出所的警力 尋線的用走路的方式 只要有小路 我們就進去找 看他有沒有多長 十公里的山區範圍 說到不大 但是也不小 真要找起來也不容易 真的很大 爬山那天爬了 從早上八點就開始走 走到真的 快停了才趕快下山 實際上雖然這十公里的地方 不是山壁 就是懸崖 就只有兩個地方 才有小路 明顯很多的地方 他不會去 一定找那種最小的路徑 越不可能走的地方 我們越往那邊去走 局長特別指示 我們要打扮成登山客 就怕大批警力突然上山會打草金蛇 圓警們還費心喬裝 為的就是希望能夠早日找到翁仁賢 終於黃天不復苦心人 在搜山搜了整整兩天 訪查了當地居民後 突然傳來線報 有人在北橫上 看見了一個怪怪的人 會是翁仁賢嗎 大批警力隨即趕到現場 從除夕夜大火到大年初五 就在戒滿頭七的前一天 縱火燒死家人的翁仁賢 終於落網了 但是落網後的翁仁賢 沒有絲毫悔 既然這麼堵定警察找不到他 為什麼躲了這麼多天後 現在卻又大喇喇地走在馬路上 等著警察來抓 因為受不了傷口的疼痛 翁仁賢決定下山求救 但是他一把火奪走了六條寶貴生命 還有五個親人 仍在醫院跟死神拔河 難道他們的疼痛與痛苦 翁仁賢看不見嗎 他心裡唯一惦記的 是他家裡養的那一條狗 就是關心說他被抓了 那日後他的狗誰來照顧 誰來負責 那只有講到這一點 他認為他所飼養的狗 才是比他的家人還重要 那他對於這一點 也是讓我們警方覺得肥意熟悉 當時候承辦的員警說 翁仁賢落往後的囂張態度 連他也看不下去 我記得我是跟他講說 你燒死了多少人知道嗎 他說我不知道死了誰啊 我怎麼知道 我就跟他說 有你爸爸你媽媽 他說不以為意 面對至親的死亡 翁仁賢無關痛癢 唯獨讓他感到抱歉的事 武端喪命的家中看護 對於他媽媽的看護 才會覺得特別的抱歉 因為他覺得他是冤枉的 他不該死的 他反而只對他的看護 比他認為抱歉 他爸爸媽媽死 他認為死有一孤啊 剛好聽到他這個 真的是幾百頭火都抓了 你敢是人啊 這種怎樣 然後他很不爽啊 你幹嘛想我 他不覺得他錯啊 這是他本來的計畫好的 至於除夕的人最多 然後這也是他的說實 本來就是人最多 我就要掃死他們 六條性命五不亡死 他的父母 他的職兒 他的嫂嫂 各個都是翁仁賢的至親 到底有什麼身仇大恨 非得要以激進滅門的手法 毀了這個大家庭 好 究竟是什麼樣的身仇大恨 讓翁仁賢 選在除夕夜痛下殺手 他的三哥說 他們家一共有七個兄弟姐妹 翁仁賢年紀最小 大家理當罪照顧他 尤其是媽媽最疼愛他了 甚至已經到了溺愛的程度 結果養成了 翁仁賢好高勿遠的個性 他不像哥哥姐姐 認真念書努力工作 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這種人 翁仁賢滿腦子驚想著 怎麼樣能夠一步登天 結果什麼樣的工作 他都做不長做不久 最後只會把過錯 通通怪到別人的頭上 甚至覺得全家人都對不起他 都瞧不起他 他甚至有時候還會動手毆打媽媽 只是誰都沒有想到 在翁仁賢的心裡頭 竟然藏著這樣一個 泯滅人性的縱火計劃 而在桃園龍潭下面的這處三個院 屋外長滿雜草 一片荒涼 其實出入的門就只有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銀色的 這個白鐵門這邊 也是差不多一米寬的門而已 所以他從一米寬的門這邊 往裡面朝裡面剖氣雨 那剖氣雨進去 當然出口就只有那個出口了 就是那個白色鐵門的那個出口 對 所以那邊就 根本就火從這邊進去了 所以裡面的人就沒辦法出來 三年前的那一把惡火 在這屋子裡 留下了無法抹去的印記 熏著漆黑的牆壁 燒成廢墟的廚房 不難想見發生火警當下 翁家人的驚慌與絕望 原本興旺的大家族 一夕間家毀人亡 現在獨留下翁仁賢養的這條狗 受著老烏 他所飼養的狗 他哥哥還是認為狗是無辜的 還是定期會過來餵這條狗 原警口中的這個哥哥 是翁仁賢的四哥 家中排行老五 三年前的那把火 造成他全身百分之十五的燒燙傷 儘管他現在還得穿著壓力衣 但是他仍為翁仁賢餵養這條狗 他曾經說過弟弟在怎麼殘忍 但狗是無辜的 畢竟這人是一條生命 只是這一番話 對比翁仁賢落往後 面對手中六條至親的性命 卻只有冷笑 沒有悔意 還口口聲聲說都是家人的錯 這樣的態度連檢警都想不透 他對家人的怨對 怎麼會如此的深 他認為說全部人都對他 認為他是沒有用的 這是最沒有用的 然後全部人對他不好 尤其他爸爸媽媽 對他更不好 所以他執意要在那一天 認為最多的時候 就是要殺他 我就覺得這個人的心裡 好像跟一般人不一樣 怎麼會起動 報復心裡很醜的感覺 要釐清翁仁賢的恨意 是從哪裡來 對從他的家庭環境著手 我們找到了翁仁賢的三哥翁仁君 三年前的除夕夜 他失去了父母 失去了一雙兒女 連妻子也受到嚴重的灼傷 他其實傷是很重的 因為他這個就是說 他臉部怎麼 他就是穿衣服以外的 就是兩手和整個頭臉 都是非常非常深的 這種一種傷害 完全就是少了這種 都是三級的這種燒傷 要比其他人更嚴重 他在復健的那個 因為那個是很可怕 那是不斷的要 不斷的按摩 因為那個傷疾燒傷 那肉全部重新長出來 重新長出來的一個 這個來講 外表就很難看 然後你那時候 不斷的軟縮 不斷的這種癢痛 那個這個緊縮緊繃 一路到現在 你看已經是奮戰了三年多 還是持續 我太太這種這種遭受的苦 我覺得可以體會 所以她所有任何的情緒 我必須要去承擔承受 原本幸福美滿的家庭 現在只剩下無法填補的缺口 三年來 私心裂肺的痛 並沒有隨著時間變淡 我太太也是時常提到 就是說這種 我就不喜歡回去 你不是說你要保證 我們這種安全嗎 你說像我們這種人 哎呀 我是對我太太私信 我是對我女兒私信 上天的安排 讓我 毫沒有選擇這樣走 我最珍貴的人 全部死了 難道怎麼辦 一字一句都是對家人的 不捨與虧欠 而這一切苦痛的源頭 竟然是同為至親的妖帝 翁仁賢 因為他本來就不想活 本來就活不下去 他一輩子給他糟蹋 最後他活不下去 他不想活了 剩下的只是想就是說 當個老大 掌控一切 最重要就是報復嘛 最重要就是看著這種 不高興看到人家很高興 自己得不到的快樂 家人也別想得到 翁仁鈞說他們是農家子弟 爸爸是公務員 努力賺錢 要讓家裡的孩子 能夠受最好的教育 媽媽則在家裡忙忙農事 翁家的每個孩子 為了拼搏一個翻身的機會 不是認真工作 就是努力念書 唯獨這個翁仁賢 他瞧不起念書 瞧不起努力工作的人 他嘲笑我們這個 都是小農心態 你就是這種晶晶夜夜 看你晶晶夜夜上班 他覺得就是說很可笑 他看不起這位 因為他是一個最小的弟弟 所以從來的一些事情 家裡的事情來講 他都認為別人幫忙 他是應該的 他不負責任的好孩子 是應該的 因為本來對這個家庭 這種最小的孩子來講的話 本來就沒有說很特別 要求他怎麼樣 能幫大家都幫了 他那時候基本上 就有一個心態 就覺得就是說 以後你們每個人給我一點 就很好過了 所以這種情形 他這樣 變成他自己的個性 就變得好高霧遠 沒辦法腳踏實地 然後就想一步登天 你看他這種性格 所以就沒辦法 在上班的工作 沒辦法這種 就不想被人家管 人家管他兩下子 他就這種 倒不定 所以到最後最長的工作 就是一個一年多 其他人後就沒辦法 這種好好工作 溫仁君說他這個妖地 竟認為有幾分小聰明 滿腦子就想著哪裡好賺 就往哪裡去 那小錢不可以賺 什麼錄影帶啊 什麼養狗啊 種菜啊 一開始大家都覺得 這個弟弟想創業 當哥哥姐姐的 總會幫著他一點 但是溫仁嫌不及 都沒有辦法持之以恆 連家人給他的所有建議 他都聽不下去 他就認為就是說 你就是看不起我 你就是這句話就是說 這種就是針對我 他就把他解讀到這樣去 就是因為性格上的偏激嘛 所以我二哥頒馬他 到最後就是說 劈啪就三年走人 然後就是開始變成仇人了 所以他在跟我們 任何的合作 任何他做的小生意 到最後絕對是失敗收場 因為他小錢他不要賺嘛 反正這錢都不是他的嘛 他沒有真正的好好賺過這種錢嘛 說得不順遂 隨著時間的積累 更成了他怨天尤人的理由 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 而且都是家人的錯 他講我說全家集體理念他 誰有這個時間去集體理念他 他自己的失敗 為自己找一個藉口 都想別人害的 他想說這些我 我比你更聰明 我應該比你們更有成就 為什麼我會這樣 就是你們這種 剝奪我的機會 溫文賢說 就怕老是跟妖帝起衝突 漸漸的大家能閃多遠 就閃多遠 唯獨老媽媽對溫文賢依舊包容 我弟弟從來沒有洗過自己的衣服 從來沒有洗過他自己的張碗 我媽媽這種做到86歲 替這個兒子從頭到尾這種張羅 到86歲 當然是一個 就算一個這種溺愛的 這種最小的一個小孩 我媽媽對他這個意志 他再怎麼罵他 他都沒有什麼懷口 就默默地再做到最後一刻 但媽媽的耐心與包容 無法換回溫文賢 溫文賢甚至還羅列了母親的三大罪狀 第一大罪是他在學生時期做錯事 媽媽倒笑責罵他 另外老媽媽一輩子勿農 不希望溫文賢也蒙作一事 不讓他報考畜牧系 而這也成了溫文賢怪罪母親的第二大罪 至於第三大罪 他不瞞母親 總是在他朋友面前管東管西 讓他失了面子 我媽就會就是他朋友來都會想在旁邊 多了解一下 多拜託他朋友 但是我弟弟認為就是說 這是我媽犯的第三大罪 就是說因為他朋友來就在旁邊 批發啰哩啰嗦 問東問西 搞得就是說他就沒有朋友了 所以他認為三大罪 他有什麼資格當作一個媽媽 三大罪讓溫文賢對著母親懷著滿心的怨懟 對外總用那個女人來稱呼 養他 遇他勿施多年的母親 我這個弟弟是認為說 只是講說那個女人 他早就該死了 早就想把他殺死了 原本家人還以為 溫文賢只是比較偏激 平時在家他就把自己 關在二樓的房間裡 但是他的行徑卻越來越誇張 他在家裡那個時候 已經是變成一個霸王一樣 你跟他講話 只要一句話不順 他就勃然大怒 大怒就是盡量避而遠之 因為只要你講那句話不順心 他就講說 就是講說你認為怎麼樣 就是就是說 你看他不起啊怎麼樣 或怎樣就是講這些話 就是這種把殺雞了 在別人我爸媽的床上來 倒汽油啊這樣 這些的動作都曾有過 從口頭上的威脅 也到殺雞頗有的動盒 溫文賢竟然還對老媽媽動手 像我講的說 你剛剛講的家暴 他就是動手這樣推了我媽媽 我媽媽這樣受傷 做到這種行動的時候 我其實我就建議我媽媽 讓他去報案 但是像我弟弟是 他是自身聰明的人 他就想盡辦法 這種威脅力 有什麼狠話的講辯 就是不准他去報案 我父母親一直都是 站在一個求全的立場 希望就是大家不管怎樣 就是大家就是說 都能夠合作這種生活在一起 對 但是這個來講 就是犯了最大的錯誤 就犯了一個最大的錯誤 這個錯誤就是 相信溫文賢再怎麼樣偏激 終歸是自己的親人 更何況 這又是一個合家團圓的除夕夜 平常就算彼此之間有再多的不愉快 大家應該還是可以 好好地坐下來 吃一頓年夜飯吧 就這樣子 大家都回來過年了 三哥他還記得那天晚上 就是一般的過年氣氛 大家喜喜樂樂的 他還叫兒子上樓去叫叔叔下來吃團圓飯 還特別交代兒子要有禮貌 結果沒有想到 這就是他跟他兒子這輩子 最後的對話 溫文賢的性格 當哥哥的全都看在眼裡 但是他千算萬算沒有算到 一個求全的想法成了要命的錯誤 這個弟弟竟然會心意橫 會在2016年除夕圍獨的這一天 打算毀了全家人 而當我們一提到那一年的除夕夜 原本講話鏗鏘有力的溫文君 突然眼神一沉 擰著雙手陷入了他人生中 最沉痛的回憶裡頭 像我女兒的男朋友 他就一直在攻擊我 明明知道家裡很危險 為什麼要帶小孩子回去 不斷地在網路上批判我這個父親 是這樣 是這樣是錯的嘛 你會想說一個在一起生活 五十幾年的人 就像我弟弟的感覺 就算他比較偏激一點 他會做出什麼樣的事情 我能像這種 我女兒的男朋友所講的嗎 就是不應該回去 也許有些時候 就是一時的偏安 其實很多時候 也是就是說自我安慰的 不會這麼嚴重吧 人家只不過是 是觀念比較偏激一點而已 我們要把人家想到多壞 我們要怎樣去評估一個人 是新的這種險惡呢 於是翁仁君帶著太太 跟雙胞胎兒女 回到了龍潭老家 我女兒這種就是說 我兒子因為是 醫院實習的事情也是很忙 但是我講說最小的 我也是要待個兩天嘛 最起碼也是談完飯 吃完這樣 出醫或怎樣才走吧 2016年的除夕夜 就像過往的每一年一樣 整個家族的人都忙著圍爐 除了翁仁賢 大家也是高高興興的 在準備著年夜飯 是啊是啊 他在家裡啊 他平常在家就是在 在他自己的電腦前面 這種去看東西啊 他有去養狗啊 養雞啊 他從來不會參與啊 他從來這不難講都是 就是我弄好去找他 所以你想看就是說 也沒有人從來就不會有人 去期望他參與 他也不可能參與啊 他只會做他自己的事情 沒有其實那天在吃飯前 因為擔心弟弟 翁仁君還特別專員了 許多跟身心靈有關的研究 就是希望能夠找出一些方法 引導翁仁賢 改變他偏激的性格與思維 因為我知道我這個弟弟 他的問題很大 所以我不斷在學習 把身心靈 包括靈魂這一塊 結果他就很大聲地跟我講說 不必了 靈魂我比你還懂 沒什麼好談啊 所以我只好放棄了 一如往常 翁仁賢又拒絕了 但這一次翁仁君沒有看出 這個拒絕的背後 翁仁賢眼中一閃而視的陰謀 如果大家舊座以後 我再叫我兒子去請小叔叔 然後叫他有禮貌一點 我兒子就是一個很天真 很單純很善良的人 我相信他一定會做好 他所做的事情 講完我也跟他講出來 你有沒有好好跟小叔叔講 他說有啊有啊 你會看看他有沒有什麼 你表示 你有沒有多講幾句話 他說有啊 他說有 所以這是最後一次 我跟兒子講話 這一天圍爐的氣氛熱鬧 但突然間 外頭一股濃濃的汽油味 打斷了這場圍爐 那吃飯了吃飯了一半的時候 有人就提到就是氣氛味很重嘛 一提到氣氛味很重 大概我那老五的弟弟和我 就最緊張這樣 然後我馬上就站起來 就去玩看了 那個緊張原因 我們就是擔心這樣 讓我弟弟就是有做什麼行動啊 是因為長期下來 都時常都這樣放狂話 所以這不能講你無法判斷 整個的情形啊 我是站在附近的一個警覺 強烈不安的預感突然湧上心頭 烏仁君趕緊外出查看 卻發現 停在屋子外面的汽車 被人灑了汽油 我就進去把我這種大哥叫出來 就說我說你車子有點問題 你趕快出來看看 所以我大哥就起身出來 那後面也是跟著幾個 我二哥的小孩啊 那幾個人就出來了 所以說人生就是生死一瞬間 所以我們在看的時候 我弟弟就很覺得這種全副武裝 帶著一桶油 下來 他之前的計劃是要把全家兩座的人 全部燒死 他還從三個出入口 就先潑了汽油 對人潑汽油第一個 就是最疼他的媽媽 往他媽媽的身上潑 再潑他爸爸 才潑其他兩座的人 往了兩張老弱婦孺的桌子 撒汽油 然後點火 兩三分鐘 全部就陷入火海 接著我女兒從裡面出來 我女兒從大廳 這種衣服著火的出來 我就趕快就到前面去 把他抱住 然後把他身上火就拍滅 然後不斷安慰他 說這種不要怕 爸爸會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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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的這種 好像是好痛 我不斷地跟他講比較怕 然後還救我 可是我不斷地跟我女兒講的話 這是我不斷地跟我女兒講的話 也是因為我女兒 我沒有繼續再衝 火海 我老我的弟弟 就是因為他衝進去 想把爸媽救出來 只是衝進去再退出來 然後馬上 整個頭 整個燒傷 手 整個這種變形 我就因為我女兒 我保住我女兒 我保證我身體沒有受傷 等我把我女兒安頓 好像進去的時候 已經沒有辦法這種進去 就這短短幾秒鐘的時間 汪家屋宅 已經陷入了一片火海 汪仁君眼睜睜地看著 許多親人還在屋子裡 他卻無能為力 我兒子沒有出出來 他倒在裡面 我女兒 我太太是最後一個離開的 因為他拉不起我 拉不起我兒子 我們全家就是說 我所有的自親 就在這兩三分鐘裡面 全部 全部離開 就這短短的兩三分鐘 一個家全毀了 但是汪仁賢還不罷手 他竟然還試圖 用手中的刀刃 趕盡殺絕 對自家人生物痛絕 而警方事後 在汪仁賢的房間裡 發現汪仁賢 早就把他的積怨計畫 全寫在牆壁上了 噴在牆上寫 坑人很爽的等我回來 我們就覺得這個人的 心裡好像跟 跟一般人不一樣 怎麼會寫這種字 因為報復心裡很醜的感覺 紅妻在灰白色牆壁上 留下的字字句句 都是汪仁賢對家人的怨 他口口聲聲怨兄弟 父母不幫他 但是警方 卻在他的房裡 找到了十萬元 而這十萬元 是老媽媽擔心 汪仁賢沒錢花用 在前一年包給他的大紅包 所以說媽媽應該是最疼他的 結果在這狀活的過程裡面 對人泼氣有第一個 就是最疼他的媽媽 在泼他爸爸 才泼其他兩座的人 所以說這也是一個 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汪仁賢 就是剩下人一個道歉 要拜託了吧 2017年2月 桃園地方法院一審宣判 依殺害直系尊親署等罪嫌判處 汪仁賢死刑 等年3月 高院維持死刑判決 沒想到案子上到的最高法院 有了變化 汪仁賢在犯案之後 他不但沒有回憶 甚至每一次出庭 他還當眾的羞辱記者 羞辱法官 汪仁賢 你還是完全沒有回憶嗎 那不然我可以提到自己人嗎 面對記者的提問 汪仁賢冷眼瞥了記者一眼 這是汪仁賢每次出庭時 必定會上演的戲碼 不是翻白眼就是冷笑 甚至還會嗆記者 有別於其他犯下重案的被告 大部分都是低頭不予快速離去 但汪仁賢每次出庭 不是態度囂張 就是大放厥詞 唯獨看不見的是他的一句道歉 會怕死嗎 我們以前看到很多殺人犯 他其實心狠熟 手段在兇殘的話 你會發現他在監獄裡面 久了之後 他慢慢去思考之後 他會有悔意出來 可是一點悔改心沒有 是汪仁賢跟其他殺人魔最大的不同點 儘管汪仁賢不咬的手勢被罰警制止了 但是卻抹不去他臉上得意的神情 他能夠擠進侮辱法官 侮辱記者 侮辱罰警的能事 那時候法官曾經問他說 你為什麼在犯下這個案子之前 買了一系列的書叫做高明的殺手 你是不是想要犯案 他竟然很不屑說 你法官是沒有人家找的 你是不理的 高明的殺手 是一套自然科學的書 你要不要多讀點書 再來跟我談 蔡德水法官之前準備了二十幾個問題 要一系列慢慢要釐清嘛 如果你究竟殺人的動機是什麼 可是才問了兩三個就不耐煩了 大人就大人對不對 你問這麼多 他竟然說你這個恐龍法官問這些問題 當場直指法官說他是恐龍法官 甚至用英文的三字經在罵他 罵法官嗆記著 王仁賢表現出來的樣貌 讓人不禁想問 為何他有辦法冷血到這種地步 他根本就是一心求死 即使以前我們常常講說 法官常常幫這些殺人犯脫罪 那你也要有一點回憶嘛 有悔改之心 我才能夠幫你脫罪啊 所以他為什麼他後來一心求死 就是說我老也是多餘 他也覺得他自己是多餘的 問題是這種人很明顯的 他想死 可是他又沒有辦法 對自己嚇得了手 難不成翁仁賢真的想用他的囂張態度 還多次的和法官槓上 甚至當庭怒罵法官英文的三字經 法官也當場回嗆了 他說有其他的被告覺得 在台灣殺一兩個人不會被判死刑 但是殺死六個人 更何況還殺死了父母 如果這種人不判死刑的話 台灣會不會大亂呢 經過了三個月的審理 高院最後人照是依照 殺害直系寫情尊親署罪 將翁仁賢判處死刑 他還吵我們冷笑 真的 父母傷亡 子女 這麼多受傷死亡死亡 家破人亡 我還希望檢察官一定要主持公道 今天你看到那個臉孔你就知道吧 謝謝 真的 一定要維持死刑 不可以讓他無期徒刑都不可以 一起縱火案 縱火的是自己的弟弟 死傷的是自己的至親 汪家仁心裡對這個翁仁賢 縱使曾經有一絲絲側影 但是每每出庭 看著翁仁賢的囂張樣貌 甚至還揚言若有輪迴 會追殺所有的翁仁 因此死刑判決 成了翁仁心中追討公理正義 最沉重的期盼 為什麼就是說每次出庭人都不願意出庭 我們哪有那麼多經歷這樣 這一堂 一件事情到現在已經快三年了 老五弟弟就跟我講 他去一次之後 大概兩個禮拜 他都心情沒辦法正常 卻沒想到二零一八年五月 最高法院撤銷死刑判決 發回更審 而更審的理由 讓所有人全傻眼了 他覺得說翁仁賢放火之後 是不是有些人聞到氣 家人聞到汽油味之後 他拿了滅火器出來滅火 那滅火的過程之中 他可能被火燒傷了 這個燒傷的原因 是不是跟翁仁賢放火這件事情 有沒有直接或間接相關 這一把火就是翁仁賢放的 就是他放火 你出來滅火的話 你火燒傷了 是不是直接相關 這有需要要去考慮嗎 不僅如此 警察教授沈聖郎替翁仁賢做精神鑑定 同時具備鑑定人跟證人身分 卻因為少念了一份證人結文 同樣也不服程序 你有沒有違背事實 有沒有查明事實 有沒有違背法令 翁仁賢他縱火殺死六名至親跟看護 這個案子已經調查非常清楚 而且沒有疑義 翁仁賢也當庭承認 也據實敘述了他當時縱火的整個過程 這麼清楚 你為什麼還要在這些司法上面糾結 幾個理由打回了翁仁賢的死刑判決 從案發至今 家屬等了三年 他們等到了公平正義了嗎 所有的一些事情 你再看看他現在在法庭的表現 要跟我講寬恕 是多麼的困難 我那麼貼心的這種 永遠我們一起 我跟兒子女兒 一直講好的 他們要行醫助人 我也要用我身心靈去幫助 需要幫助人 我們是不是跟我們 本來就可以好好合作的 但是今天到最後要有一個結果 我覺得翁仁賢這件案子 我先引用曾德水法官講的一句話 你今天殺死六個人 如果不判你死刑的話 台灣不就大亂 你奪了那麼多人的性命 而且都是至親的性命 你毫無悔意 你想公天理公道應該在哪裡呢 天理公道應該在哪裡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台灣啟示錄 我順便講 我們再會了 歡迎收看台灣啟示錄 我說梅翔 在每個撲朔迷離的重案現場 在每個重大事件的第一時間 我們抽絲剝繭 追索事實的真相 Youtube總觀看超過五一次 頻道訂閱人數突破了一百萬 感謝您最一路上的支持 我們會更加努力